說到這花花公子的創辦人 海芙娜 許多人都非常的羨慕他 因為身邊圍繞了 許許多多的美女 不過他享受91歲 最近過世了 Playboy創辦的海芙娜 他昨天在美國過世 他過世高瘦91歲 可是其實他這一生當中 他風流時 他自己說 我一生當中 跟我在一起過的女伴 至少超過2000位 這麼多 非常誇張對不對 而且他到了晚年 八 九 十歲的時候 他每天晚上夜夜升歌 熱齒不疲 靠什麼 身體好 不是身體好 不是身體好 他靠胃兒缸 他的女伴 對 他的女伴曾經說了 他必須每天要靠胃兒缸 來提升他的能力 可是他也因為吃了胃兒缸 就造成耳朵失聰 所以他當時是 還有副作用 對 他耳朵因為這樣聾了 可是他自己說 我寧願失聰 我也不要放棄我的夜夜升歌 就叫做他真的是風流成性 可是他其實 他娶了好多老婆 這任老婆是第三任 小他60歲 小他60歲 差那麼多 第二老婆也小他38歲 可是他這一生當中 他真的是身邊太多女性 而且他跟一般人不一樣 他說一般人 喜歡跟很多女生約會是 禮拜一我跟Merry 禮拜一跟Helen 他說不是 我是一次同時好幾個 他是一次約會同時好幾個 我太愛我的熱眼女朋友們了 他的生活方式實在太特別 對 他的生活方式非常太特別 當然是他 就是因為他真的 創辦了花公子這雜誌 太有名 這雜誌影響64年的雜誌 影響到什麼程度 當年他剛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反傳統的現代生活 吹捧的就是上流社會這樣子 夜夜升歌 狂歡 可是也因此創造了一個 叫做兔女羊傳奇 為什麼 你去看 包括到現在全世界 很多的夜總會 很多的派對 很多的女服務生 都是帶著兔耳朵 後面弄一個小小的球球的尾巴 就是他花花公子的一個 標準的標誌 因為其實海福那他自己就說了 他就是花花公子一號 可是他這些史料對不對 史料之後他指定 我要葬在瑪莉蓮沐魯旁邊 為什麼要葬在瑪莉蓮沐魯旁邊 人家說瑪莉蓮沐魯 也是他女朋友之一嗎 是嗎 他最愛女人嗎 有可能嗎 他跟夢露終身沒見過面 可是 沒見過面 對 在夢露過世之後 他馬上就把夢露的墓地旁邊的 買下來 這麼快就買人家旁邊的 夢露過世就買下來了 他就說我未來過世之後 我要葬在夢露旁邊 我一生一世要睡在他旁邊 這個夢想也未免太特別了吧 對 為什麼他這麼愛瑪莉蓮沐魯 其實是因為 其實在64年前 他在創辦花公子雜誌的時候 他用500塊美金的代價 跟攝影師買了夢露的一張 很漂亮的性感照片 當作他創刊號的封面 結果一下去之後不得了 當年的這個價錢很高 500塊美金很高 可是這本雜誌出來之後 狂銷5萬本 狂銷5萬本 奠定了他這個雜誌 未來定期出刊 發揚光額的基礎 所以他的一生的發揮 真的跟瑪莉蓮沐魯 是不可以分開的 所以他說他這一生當中 最欺慕的就是瑪莉蓮沐魯 而且其實瑪莉蓮沐 他這個整個金髮藍眼鏡的造型 當時真的迷惱太多了 包括海風那邊 他迷的真的是生魂顛倒 可是大家都知道 金髮畢人美女 大家都愛對不對 其實真的 這個有考據數據出來的 就像最近迪士尼 他們做一個熱賣的一個商品排行 就是很多迪士尼都公主 像說艾爾莎 聖德烈 伯伯這些的 就他們一看 原來大家喜歡的熱賣商品當中 都是金髮藍眼公主賣得特別好 就像是2013年 艾爾莎出來之後 Ebay上面艾爾莎的商品 賣了300萬美金 那麼多 賣300萬美金 所以說他就說 原來大家都喜歡金髮畢眼 而且還有科學又出來 全世界這麼多國家當中 到底哪一個國家 就是美女最多 結果他票選出來之後 瑪典是美女女神故鄉 為什麼 因為瑞典女孩子 金髮 藍眼睛 四看一道牙的人種 非常的高挑 皮膚白皙 看起來就是讓你覺得說 非常的獨立 而且非常的美 大家就會說好喜歡 所以就是說 等於全世界這麼多種人種 大家都認同這樣子的 金髮畢眼的長頭髮 白皮膚的 大家都喜歡金髮畢眼 白皮膚 而且他們還從2000張的照片出來 讓大家去勾選 勾選完之後發現 還得到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就是說其實男孩子 比較喜歡女生皮膚白白的 然後喜歡頭髮藍藍的 頭髮金晶的 眼睛藍藍的 但女生反而不一樣 女生喜歡男生皮膚偏黑一點 這樣感覺比較安全感 比較神秘感 比較有男子氣概 這個是整個全部 科學調查出來的結果 當然像這樣的情況 在亞洲 亞洲大家喜不喜歡 其實亞洲大家 很多人也喜歡 金髮畢眼的美女 就像是 大陸很多男子 現在去俄羅斯去娶老婆 他們可能去俄羅斯經商 去旅遊 或者是俄羅斯女子來 就是大陸這邊 去經商旅遊的時候 認識了就是 大陸這些男子之後 進而交往 結婚 而且他們結婚之後 他發現了 娶俄羅斯女孩子好棒 因為他們的風俗習慣 第一個 娘家不會苦要很多錢 第二個就是工作之後 買房 買車 他們會說 那是你辛苦賺來的 帳戶賺來的 大家登資點名下沒關係 大家說這樣子 他太完美了 真是太棒了 可是也有大陸的女孩子 就不服氣套菜說 哪那麼好 這些基法女孩子 你要看你配不配得上 第一個 他們就是你叫她來這邊 洗衣服 煮飯 帶小孩 伺候公婆 她才不幹 人家就沒有那個習俗 不跟爸媽住的 將來他們離婚之後 回去再改嫁二恰三嫁 也都沒所謂 可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女子 像副教子 這個是天性傳統 所以你不要把她想得太好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 其實真的娶妻要娶頒配 日本就有一個 就是亞伯樂這個項目選手 他真的 他娶了個妻 真的很頒配 這是他老婆 好小一隻對不對 你沒說錯吧 這是他老婆 這是他夫人 好小一隻 亞伯樂他體重400公斤 他是全世界最重的運動選手 也是日本最重的項目選手 他的年薪很高 他有2500萬台幣 非常非常高 他的老婆可是就是 偏偏娶一個好小隻 好可愛的一個嬌小的 大家說她是夫妻 他們夫妻相處 這個畫面真的滿可愛的 所以說很多人就說 各花入各眼 也是他們恩愛的一頓夫妻 我們看到這世界上 形形色色的什麼樣的人都有 但是說到花花公子的創辦人 他這一生可還真是了不得 可是我們說到人的一生 有時候平淡過就好了 可是有個老翁 他就是那麼在醃菜 一個農夫 他就到山上裡面 去撿一些石頭 要拿來做一些這個器材使用 剪著剪著沒想到 居然發了筆財 這個財怎麼發的 是 立剛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鄉下很多人 都會自己醃菜來吃 然後這個鍾先生 他就是幾年前 他老婆就跟他講說 家裡要醃菜 你要去撿一塊大石頭回來 好把菜壓得 把那個水分擠出來 對 要壓得 水才會擠出來 是 然後結果他就去 隨便去地上 就撿了一塊石頭 結果石頭回來 就壓在那邊 因為黑黑的也不起眼 所以沒理他 然後結果到了今年 他們又要醃菜的時候 他老婆就把這個石頭搬出來 搬出來的時候 可能石頭太重 手一滑不小心 砰一下打在地上 然後呢 結果石頭裂開了 裂開了 想說完了 換一顆就好了 對 結果一看 這個石頭裡頭怎麼綠綠 對啊 看起來綠綠了 他覺得很奇怪 菜汁滲進去了嗎 我跟你講 不是菜汁 不是菜汁 他老公一看說 這個搞不好是翡翠 什麼 那顆石頭居然是翡翠 我跟你講結果 他馬上拿去給行家去鑑定 結果一看不得了 真的是嗎 這是一塊非常好的翡翠原石 賺了 對 而且裡頭 那個成色非常漂亮 然後而且裡頭 完全沒有任何裂痕 這麼大一塊 結果他們拿去市場上 現在有人估價 高達2000萬 2000萬 他這輩子不用工作了 對 他發了 他這輩子可以游山玩水 撿到一顆石頭 現在已經有人要跟他高價收購了 你知道真的好 我哪一天我也去地方撿一撿 搞不好我也可以撿到 可是你還有那個命才行 對 真的你還要認 剛好能夠摔出來把它認得出來 當然這有時候人家的運氣 真的是很好 但在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就比較奇怪 羅馬尼亞這邊我告訴你 它那個石頭 下雨的時候會膨脹 有的時候還會自己移動 你相信嗎 不可能嗎 石頭不會吸水 又不是石頭巾 怎麼可能會這樣 石頭怎麼會這樣膨脹 我跟你講 真的會這樣 你看 這是它原來的樣子 本來這樣小小的 然後一下雨一吸水 它馬上整個膨脹起來 你看到你的顏色都變了 怪了 石頭為什麼會變色又膨脹 而且它還會移動 我跟你講這很奇怪 這叫Torban這種岩石 其實在當地非常多 不是只有一顆 非常多顆 據說這裡應該是 600萬年前的地質活動之後 造成了這邊的Torban 這個石頭這麼多 但是這個石頭的成分 到底是什麼 其實到現在科學家也搞不清楚 科學家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大家都在猜 猜說是不是因為它裡頭有礦物質 礦物質因為吸到水之後 它就會自然會膨脹 可是為什麼會膨脹到這麼大 你知道本來可能只有 8公里或是6公里的 那個長大都會 有的會膨脹到上公尺那麼大 可是你這樣講好幾倍的 好幾十倍以上的大小 可以長大到好幾十倍 還會自己跑來跑去 這個太奇怪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到底是石頭還是什麼妖怪 你確定這是石頭嗎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要好好研究一下 你知道這個當地 已經成立了博物館了 因為這種石頭實在太有名 到處大家都跑來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怪石 真的要研究一下 因為這種石頭自己會長大 你確定它真的是石頭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看起來 好像有點像生物一樣的東西 問題是 我跟你講 其實石頭裡頭 有富含很多天然資源 一些礦物質都在裡頭 所以日本 它本來是個資源很差的國家 現在它要開始什麼 要開始去挖它最大的寶藏 在海底 你知道他們現在 深入1600公尺深的海底 然後直接派下面去挖 然後挖 海底下能挖出什麼 我跟你講 海底下挖出貝殼嗎 不是貝殼 不是貝殼 它是把裡頭 因為他們這邊有很多礦脈 然後礦脈 它遇到那種熱水礦 它會把它冒出來 冒出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裡頭 都還有一些貴金屬 譬如說金 雲 甚至是一些 少見的稀土元素金屬 所以你剛剛那些的礦產 都是從那深深的海底下去 挖上來的 你看他們就是這樣 用機械手臂 然後直接在下面去挖 你知道他們到8月到9月 大概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你挖上來16噸多 然後16噸多裡頭 大概有7%到8% 其實是珍貴的礦物質 這些礦物質 其實是對日本 未來非常有幫助的東西 我跟你講 其實日本現在更厲害的是什麼 你知道 它會養礦 什麼叫養礦 礦賣不是在底下 是釣人開採的 怎麼可以養礦 我跟你講 因為我剛剛說過 它那個是熱水 這樣慢慢慢慢把它膨出來 膨出來的時候 那些熱水頭 富含了這些礦物質 然後他們就在 先在上面弄一個像蓋子一樣 都會把它蓋住 你那樣像說它悶在裡面一樣 對 把它悶在裡頭 悶在裡頭的時候 這些礦物質 因為隨著熱水不斷冒出來 它就會像中午時一樣 慢慢在那個蓋子上面結晶 所以就是說會結晶在蓋子上面 對 慢慢結晶 你看去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它就慢慢氧 把它越養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 再一次把它拉上來 你知道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我的礦材採法 就變成 從蓋子上面就可以取下來了 對 所以如果這個方法 就是他們慢慢大量 採用這種方法的話 未來日本可能就變成了 稀土礦物資源的大國了 不再像現在是一個礦物 幾乎都完全要靠進口的國家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過去我們都說 大陸是全世界 稀土資源最多的國家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不是 不是大陸 那哪一個國家更多 我跟你講 現在連日本搞不好 都比它多了你知道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因為第一個 大陸過去這三十幾年 它不斷的把稀土資源往外賣 結果它自己本土的稀土資源 快速減少 所以你說它現在的儲存量 變少了 是 然後日本拚命又很低廉的價錢 拚命不斷的跟它買 所以日本現在光是它儲存在 他們附近海底的這些稀土資源 大概可以足夠 日本用三四百年之久 這麼久啊 是啊 然後日本現在又在 太平洋這些地方 包括南寮島這個地方 發現了一些海底的 這些稀土資源礦賣 所以他們光是南寮島 一個採礦平台的 每年所開採出來的量 就足夠日本自己所用了 所以未來日本可能變成 稀土資源的超級低 那反而中國大陸 搞不好它的資源越來越少 如果它繼續這樣賣下去的話 以後恐怕敬陪莫作了 我們看到現在的稀土資源 是各國所要爭取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礦財 因為最主要現在的科技 裡面有許多都需要 用到這些資源的 可是我們說到 古代的歷史發展當中 這個沖水式的馬桶 究竟什麼時候出來的 你一定會說 要在19世紀出來的 其實不對 早在1300年前就有了 你覺得會在哪兒 有人說翻爾賽宮 你錯了 在韓國 立剛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沖水 敦式的馬桶 這邊有個孔對不對 這個沖水的溝渠 這應該可能是南韓某個城市 廢棄的公廁 錯了 這竟然是我們講的 1300年前 那時候南韓統一新羅時代 新羅王朝的敦式馬桶 可是不對 1300年前怎麼韓國 他們就有這個玩意 是 立剛你想想那時候也才 在1300年就是西元700年 唐朝 中國是唐朝武則天的時候 武則天都還沒這樣上廁所 可是你看那是他新羅王宮 東宮太子別院裡面的 敦式馬桶 他們居然就有這樣的敦式馬桶 是 而且你看 這個敦式馬桶跟現代差不多 它不但是用花崗石 是高級的石材做 而且為了要讓太子 在敦的時候舒服 還有兩條石板鋪在那兒 然後沖水的時候 他那個渠道水這樣 可見他可能還有化分池的系統 這麼高科技 那時候中國武則天 都還不知在幹嘛 立剛講到馬桶 我想那紫禁城 布宮 慈禧太后 那應該他的馬桶會很高科技 對 廁所很高科技 到了慈禧太后 已經跟西方有接觸了 也錯了 怎麼說 因為其實故宮裡頭 是沒有廁所的 沒廁所 難不成在故宮裡的人 都不上廁所 故宮這麼大 要是有廁所 不湊得要命 那皇帝不湊死 那你難不成上個廁所 還要跑老遠去上廁所 移動式便盆 我用便盆 而且慈禧太后 他老人家用的移動式便盆 那可是高檔到不行 而且讓人家看了之後 他連上個廁所 都要大陣仗 勞思動眾 所以有人就說奢侈又誇張 我們來看有多奢侈 先看便盆 他的便盆 因為他常上廁所 肚子不好 他有兩個便盆 但這個便盆 首先要用檀木做成 而且裡頭一定要放 粉末狀的香木 你要是敢讓太后 聞到臭臭的 你就完了 可是剛解出來的時候 不是有味道 不管 你就是要讓他沒味道 香香的 你要把他味道都吸掉 為了讓太后坐得舒服 這個軟墊 一定要夠軟 還要鋪油紙 防止噴漸 立剛這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告訴你 那就是他的擦手指 要擦屁股嗎 印花 這些紙 是地方進貢特殊的白棉紙 而且還印花 然後還必須要噴過水 再燙過才能給他用 因為這樣才用Q軟 這樣子 所以 那他比我們現在用的衛生紙 實習就是要你上 要讓他在上的時候 那個便盆 讓他上得很舒服 擦手指要讓他擦得很舒服 你的意思就是老佛爺舒暢 大家都開心 而且擦的人還要一二十人 他甚至便盆還要做成 壁虎狀 象徵龍 擦手指一定要放在壁虎的嘴巴 好方便他拿 不是 是好方便人家拿了幫他擦 是 別人幫他擦手的 他不動手的 好 那是立剛 你講到這些廁所 我說在德國最有創意的公司 你一定是想到B&W Benz 對 結果現在賣廁所的人說打敗雙逼 怎麼可能 這個人他叫漢斯 他現在被大家稱為 叫做毛廁王 廁所天王 你說這個看起來就很平凡的 這個人去廁所天王 原來這平凡的人 建造了不平凡的公廁 大家看一下 我不說你一定覺得他可能是書局吧 你看看像不像 外面有很多廣告海報 對 他就是廁所 原來是當年他發現公廁的維護 沒有人肯去投標 他就自己投標 門都電動的 電動門 外面還有好多海報對不對 這不收檔 好 然後進去上廁所 不是要有衛生紙嗎 是 衛生紙上面也印廣告 因為他把公廁打到的美輪美奕 很有質感 香奈兒 Nokia Apple 蘋果 全部都來登他的廣告 你能想像 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前面剛好是一個香奈兒的廣告嗎 你不覺得很不搭嘎 他老兄就讓他搭嘎 所以他現在光靠這樣子 一年可以賺到快11億 他現在是首富級的人物 光坐廁所 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是 衛生紙上也有廣告 然後你上完廁所 還有一夜結謀 上廁所去吃東西 還可以打折 賣個廁所可以賺大錢 變富翁 難以想像 立剛 接下來我問你 水肥呢 拉出來是水肥 對 之前不是拿去做肥料 頂多做肥料 一定不值錢 大家避之為恐不及 但江蘇有一個農民 靠水肥賺大錢 水肥怎麼賺錢 他叫陳愛寶 他說當年開啟他這樣的一個 突發奇想 是因為有人菜刀掉到廁所裡頭 所以就用吸鐵師 把菜刀吸起來 就不易從發現吸鐵師 還吸到了 什麼東西 化肥 那些水肥中的硬幣 所以他就想 那我做一個強力磁鐵 我就每天拿著這個強力磁鐵 到處去廁所 毛坑 一勾別人都不去的地方 我老兄就去 然後這樣一個一個吸 一年吸到15萬塊台幣的硬幣 光這樣子吸硬幣 可以吸出15萬 水肥能賺錢 這也很誇張 但是有人就說 你吸這些東西應該還給人家吧 可是人家就幫陳愛寶講一句話 他忍人所不能忍 憑什麼要他還給人家 我們看到這樣的畫面 看到這樣的場景 沒想到賺錢的方法 居然有這麼多 從水肥裡面也可以撈出鈔票 可是說到這開車在路上 視線不加速 你真的要保持安全距離 沒保持後果 就跟下面的影片一樣 勢力剛什麼叫做撞到天荒地老 一路撞個沒完沒了 怎麼說 因為這是在賓州 這是前面視線不清 大雪紛飛 然後結果你知道 他就看慢慢接近的時候 一台就直接就撞上去了 天啊 因為他來不及散 等到他發現的時候 踩煞車也無效 因為地很滑 然後就直接撞上去 我跟你講接下來你看 又來又來一台 直接又撞上去了 不對 已經停住了 為什麼後面的人也撞上來了 我跟你講一台一台跟著撞 因為雪太大 結果大家等到看到的時候 前面撞車了 結果想要踩煞車了 又來了 OK 都來不及 都直接都撞上去 因為泥鏟 煞車沒有用 繼續往前滑 結果一台接一台 一台接一台 撞到天荒地老 天啊 這樣子真的 變成碰碰車大賽 是 其實這個是 滿危險的一個情況 大家不要覺得 看起來很好玩 其實它一點都不好玩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有一個地方 也出現很奇怪的現象 什麼地方 你看 這個人在他自己 美國人 他在他自己家草坪 你看他在幹嘛 他拿東西在戳什麼 不是 你看他的 這個草坪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草坪底下有什麼東西 這是軟墊還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他就覺得很奇怪 我家的草坪怎麼突然之間 變得很軟趴趴 而且整個冒起來 補起來的 對 好像從地底頭 是不是有什麼怪物 還是什麼東西 躲在裡頭 所以也就是說底下 可能有東西要浮現出來了 你看他搓一搓 結果這樣冒出來 居然是泥漿 這泥漿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突然冒出來了 你本來是他家的後園 本來是泥土的 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水出來 我跟你講 這可能就是因為地下水太多 然後混合了泥漿 它從這邊剛好淤積 就往上來了 但實際上不只在美國 會發生這種情況 其實之前在西伯利亞我們就發現 有類似的狀況 那個地好像在呼吸一樣 你看 那個地這樣軟軟的 然後有的還會動 有的還這樣一層一層再移動 然後你看那個才軟軟的 結果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那是什麼東西 在西伯利亞下面那個是甲烷 你知道 下面是甲烷 對 甲烷非常多 而且它的濃度 是正常量的200倍以上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前發火 可能就轟一下 對 然後他們 後來把它刺破的時候 會整個甲烷都噴出來 然後裡頭還有大量的二氧化彩 二氧化彩濃度 也是一般的20倍你知道嗎 都是溫室氣體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什麼 因為現在溫室效應的關係 所以造成它那個底下 那個甲烷解凍了 然後就變成氣體 又往上升了 這種情況如果持續下來 有這麼多的甲烷 如果進入大氣的話 那真的是地球浩劫 其實地球真的就危險 對 但是問題是有的時候 怪物可能就在你身邊 你還沒注意 美國佛羅伊達州 就有一個男的 他就聽到他朋友 在去捕石斑魚 他就叫他來幫忙 他就跳下去 結果一跳下去的時候 沒有 這隻小鯊魚 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喜歡他的肚皮 一口就咬在他肚皮上 咬在肚皮啊 很痛耶 是 而且死都不放 死都不放嘴喔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都撈上岸了 還這個樣子耶 你看到了他還死咬得不放了 這隻鯊魚不知道跟他有什麼仇恨 結果一直咬著他 結果咬到他最後沒辦法 可是再咬蝦明一點 可能要咬到那個耶 對 然後結果到最後 我跟你講差一點下體 就被咬到了 我跟你講 是 所以後來沒辦法 他們只好把這隻鯊魚殺了 然後把他嘴巴撕開 才能夠讓他脫離這個 不然他說他自己的腸子 都好像快要被他挖出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傷口那麼大 現在要抽射處理了 這真的是很可怕 你知道 他也覺得很倒楣 奇怪 他到底哪裡得罪這隻小鯊魚 他非要硬咬著他不放 這真的讓人家覺得很怪 所以有的時候 游泳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 鯊魚可是不好惹的 但是我跟你講 接下來這個就有點自作自受 怎麼說 這是巴西一個女孩子 你知道嗎 他看到小鯊魚 這是一隻檸檬鯊 結果你不但不可 還把人家放回去 結果你還把他抓起來想要玩 結果你一玩 剛好被咬到手指頭 你知道 那個鯊魚就咬住他手 手指頭不放 所以咬在他手上面 是 結果他那個手要縫四針 而且不只是這樣 這麼咬下去要縫四針 對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還被罰錢 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檸檬鯊是保育類動物 誰追你拿起來玩的 你還要自拍好玩嗎 所以要罰他3200塊美金 9萬6千塊台幣 這麼高的罰款 是 所以大家注意 沒想到連這個抓個鯊魚罰的錢 比我們酒駕還高 是 所以你看看 這是不是自己玩死自己 所以這種行為千萬不要做 但是問題是 接下來這些小屁孩就很惡劣 有一隻鯊魚就擱淺在沙灘上 你知道嗎 擱淺在沙灘上 你就要趕快救人家 結果你不但不救他 你看 他還故意的 把那個罐頭 汽水罐頭往他嘴巴上砸 因為鯊魚牙齒很鋒利 他一敲就把牠拿來當開罐器 怎麼那麼惡劣 我覺得真的很惡劣 這完全不尊重生命 可是那是鐵 是 我跟你講 鯊魚牙齒是非常鋒利的 鯊魚牙齒都被牠敲斷了 不會 我跟你講 其實敲斷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鯊魚的牙齒 牠是一排一排 而且牠一生都會生長 所以意思說斷了還會再長 對 有人統計過 一隻鯊魚一生 最多可以長到3萬多顆牙齒 3萬多顆 而且牠是一排一排這樣捲出來 只要前面斷了 牠就會再伸出新的來 就直接再翹出來 所以鯊魚當然牠的牙齒 牠是很會生長沒錯 可是你這種行為 還是太惡劣了 那天空當中的太陽 你一定心裡面 對那太陽有所的期待跟希望 可是說到太陽 你一定會想到一部電影 太陽浩劫 你想想看那太空船 當它進入到太陽的範圍之內 那樣的高溫 太空船本身都會受不了 想想看 在那個地方你要進行探測 是多麼難的一個狀況 可是說到那電影當中的場景 現在美國NASA 真的要前往那個地方了 那天空的太陽 但是那個地方的溫度在外圍 就達到了1371度 怎麼能夠到達呢 其實這個地球受到太陽的滋養 所以很多古文明 他們都會拜日會崇拜太陽對不對 可是太陽又太熱了 我們要怎麼親近 大家記不記得 8月21號的時候 不是日全時嗎 沒錯 NASA是不是還趁著這個機會 太好了 太陽休息 月亮幫我們擋一下對不對 他是不是派飛機去拍 拍什麼東西 拍太陽的大氣層 但是你就這樣子 因為那個飛機跟飛才拍8分鐘而已 說其實我們還是在從地球看著 那太陽了 對 你這樣看起來不過癮 立剛你知道NASA現在雄心壯志 他說那我朝太陽前進 他竟然要拍太空說 然後要靠近遊戲來 人類沒有這麼靠近過太陽 所以你一說就要像那個電影 太陽浩劫裡面一樣 對 沒有錯 要飛到那太陽的附近去了 真的是向太陽前進了 而且立剛你剛剛點出一個重點 你說它的溫度是多少 1371度 鐵都會 金屬都會融化 那還不是進到太陽裡面 只是靠近 對 在外面而已 當然我們知道 太陽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核反應爐 它其實是 然後不斷的去大能量的噴射 然後而且我們講到 整個地球的這個大氣層 我們講是大氣層 跟大家想的都不一樣 根本全部都是火在燒 而且不斷會有這個閃焰藥斑 不斷的往外噴射 其實我覺得他們膽子真壯 我都不知道人的科技 已經這麼強 可以耐那個高溫 對 已經可以耐這個高溫 可以耐那個風暴 而且你想想看 它不是單純的溫度而已 它其實只要有一個風暴 有個閃焰 有個黑子 那個放出來巨大的電磁能量 那你那些通訊導航 跟一些斬料 跟一些所有能部都會燒毀 對 所以我覺得 這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一直講說太陽很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之前不是說日全時 你不能夠眼睛直接看嗎 對 有些人講說好 那我眼睛不要看 我用相機拍好了 相機這樣對著拍 整個鏡頭都燒掉了 那個CMOS會燒掉 對 整個都燒掉 甚至連濾鏡什麼 最後的CMOS 全部都趕快回掉 都燒光了 因為它那個亮度太亮 沒有錯 太可怕了 好 我們再舉個例子 給大家講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 太陽每秒放出來的這個能量 可以讓美國用900萬年 那個能量可以900萬年 900萬年 900萬年 一秒鐘的能量就是900萬年 沒有錯 好 問題是你怎麼捕捉 你怎麼把這個能量給抓下來 但是我們當然也講到 我們很多的文明都會崇拜太陽 可是太陽對我們真的都只有好處 有沒有傷害呢 這一點我們覺得很奇怪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Google 這是個有趣的公司 它做了很多地圖 就有例子剛剛你知道嗎 它這一次的地圖 透露了死亡的氣息 這一張地圖裡面 有什麼死亡的氣息 它其實有很多的點 就是跟大家講到 這是什麼 這是動物無端出現的 大規模死亡事件 我們挑幾個例子來看去 來我們看到歐洲的義大利去 它其實有幾千隻的班鳥 就死掉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班鳥突然死亡 然後接下來到美國的馬里蘭州 它有幾百萬隻的魚死掉 不知道什麼原因 來 我們再看美國 美國的阿肯斯特州 一樣是又有鳥類幾千隻 又死掉 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奇怪了 從義大利一直延伸到了美國 對 沒有錯 而美國這境內還在擴散當中 所以我們才說 你可以看來非常多地方都有 幾乎是橫跨全世界 你們注意到這些點 包含了亞洲地區這邊也有 好幾個點 都是死亡點 沒有錯 有些地方沒有 或許只是這邊收資料 比較困難而已 或者它的資料比較不容易出來 但是問題來了 對 整個都不好收資料 但是問題就來了 我們剛剛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們有時候不知道原因 可是我們用統計的方法 去做它之間的關聯性 結果竟然發現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死亡事件 剛好也是太陽活動的 極大期的時候 這些死亡事件 跟太陽活動有關 對 我們剛剛挑的那一些 它跟這個有關係 那它之間的關聯到底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仍然還要研究 可是有時候有很多東西 我們真的看到這個現象 你不知道貝勒的原理是什麼 你就嚇得快死了 來 我們後面再看到加州 我們昨天不是才跟大家說嗎 加州有野火對不對 對 但是有時候會有很怪的畫面 這個真的不知道怎麼解釋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大家看得出來嗎 只看到冒煙而已對不對 可惜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棕櫚樹 或者我們說椰子樹 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燒起來了 然後這個 就這樣燒起來了 這個打火兄弟 消防隊員就來了 火在上面怎麼打火 對 火當然是可以撲滅 當然他們有一些方法 問題是 重點是在於 你要做火場的見識 是怎麼燒的 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怎麼燒的 好 不是只有火 不知道怎麼燒而已 這看來就是損失了幾棵樹而已 其實還好 大家知道接下來到這個羅馬尼亞 真是更恐怖 實際上是一個賣場 你看 這怎麼會是 沒有雨吧 沒有啊 對 所以應該不是個颱風 或不是個颶風 結果你看突然 為什麼鏡頭這麼晃 大家幹嘛都在逃了 因為突然風大得不得了 它就躲到這個mall 就這個shopping mall裡面 你注意外面的帳篷 有沒有看見 你看 外面的雨傘跟帳篷就這樣 吹呼拉朽的 全部都這樣弄 而且那個狂風大作 你看你知道嗎 這瞬間來的 對 這個根本 氣象是沒辦法預測這種東西的 沒有辦法預報的 你看你知道 我們只是這樣看一看而已 死了八個人 光這樣的一種風死了 這多可怕的事情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到 而且傷亡上百人 所以其實大家才會很好奇 怎麼會有這種特殊的事件出現 這個其實完全是超過我們的預期 另外我們再講到 離我們比較近的地方 我們說大陸的江蘇好了 它其實也是一樣 雨最近也很大對不對 我們看到一些雨中奇景 看起來非常有趣 敞篷車看起來很OK的對不對 而且大家會知道 敞篷車大家很好奇 如果遇到風沙大 或者是下雨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立剛你知道嗎 竟然有人開敞篷車在撐傘 敞篷車還要撐傘 怎麼那麼浪漫 為什麼會這樣 他是拍片嗎 不是 不是拍片 大家就很好奇 奇怪 敞篷車熬到 打開不是會有棚可以蓋 它可以敞篷也可以關起來嗎 對 下雨就關起來就好了 對 沒有錯 它是可辨識的對不對 結果我不知道 大家就有人說 它可能撐傘撐慣了 後面這樣看到的時候 剛剛在路上來浪漫 這是在演戲嗎 為什麼幾下都有水 這是法庭何等嚴肅的地方 就沒辦法淹水了 排了停期已經排了該開還是開庭 難不成淹了水還要繼續開庭 對 庭長沒有說不開 就是要繼續開 你看他們開敬業對不對 我們也跟大家講到 那時起不見水上法庭 是 但是這樣也不錯 感覺大家都比較清靜一點 比較冷靜一點 好像結果 這個停開的結果還不錯 好 我們先不管這個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有怪風 有怪雨 另外還有高溫 而且他們怎麼取名的 高溫竟然把它取叫Lucifer 非常可怕的名字 50度 這麼高 而且大家會覺得 40 50度的高溫 而且大家知不知道 這40幾度的高溫 到了2050年之後 竟然會變成個常態 2050年變常態 對 你40 50度叫做常態 那人怎麼活下去 這個聽起來的話 這2050年 它並沒有很久的時候 所以其實接下來的話 你想想現在2017 對 沒有錯 接下來在2030年 我們就要習慣這麼熱 你看昨天才破高溫而已 台灣其實也好像 跟上世界潮流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最近跟大家講到 那種複合式的天災 剛剛是我們單一的風 雨 火 接下來這個複合式的天災 來 我們畫面上看到哪邊 就是Huricomaria 就是這個瑪莉亞颶風 它現在其實掃得整個 加勒比海那邊 我們給大家看到的是Huricom 你看 這個家到底在哪裡 屋頂都不見 這個全部都變成這樣子 滿目瘡疑 生活要怎麼繼續 一個颶風過去 跟龍捲風通過也沒兩樣 對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龍捲風節目 一直跟大家持續的關係 世界上的這些議變 結果我們竟然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這些東西 慢慢竟然會要變成常態 如果說災難變成了個常態 人要怎麼樣在這災難中 求得生存 看看我們附近的環太平洋火環帶 目前好像不太平靜 到處都在地震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除了板塊運動之外 火環帶上面還有更多的什麼 火山 目前有四座火山 可是越越浴室要準備噴發 有一個地點 那個地點是個度假勝地 叫巴厘島 前天的時候 已經撤離了7萬5千人 今天更大規模的 把10萬人撤離了 是 立剛 其實最近世界好像 真的是不太平靜 我們之前說 墨西哥不是大地震 結果它那邊的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你看也開始連續兩次噴發 怎麼會這樣知道 對 這不知道 跟地震本身是不是有關係 不管怎麼樣 因為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它是一直處在活動的狀態下 所以這個其實看起來 滿讓人擔心的 但是印尼這邊的情況就更嚴重 你知道 因為印尼巴厘島 很多人喜歡去的巴厘島 現在開始在緊急疏散人了 現在在疏散人 是 所以大家都 前天就已經在呼籲 7萬5千人要散掉 對 現在更多 因為現在估計 他們這個阿貫火山 可能又快要到爆發的時候 因為每一天的震動 將近500次 一天就震500次 是 那等於已經到達了一個 臨界點了 對 所以它隨時都可能會爆發 所以當地已經陸陸續續撤走 大概現在撤走目前到7萬5千人 甚至要到10萬人之多 因為到當局已經要求大家 千萬不要隨便接近這個地方 所以想要去巴厘島的人 恐怕要再等等 等這一段時間才過去 因為1963年的時候 阿貫火山就爆發過一次 結果當時奪走了 1100條人命 這麼多人 非常多人 所以它這個爆發可不是開玩笑的 大家千萬要注意 但是印尼還不只這一件事 另外在印尼的蘇門達那 西納彭火山也快要爆發了 怎麼印尼這邊兩個火山要噴發了 所以那邊已經撤離了3萬多居民 是 那邊已經撤3萬多了 對 所以你看 這整個都不太平靜 甚至是萬納度 在太平洋裡頭的島國 這個萬納度這邊 這個是一個小國家 對 它是個小國家 問題是這麼小的國家 居然也有火山也有爆發 你知道當地就覺得說 這個情況不太對勁 他們現在 距離它最近的一個島 好像已經上千人也撤離了 對 有11000人 現在已經撤出了8000人了 撤走8000人了 對 因為真的非常危險 隨時會爆發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現在就算 不是在太平洋火環帶 連在義大利 都有火山要爆發了 不對 太平洋火環帶上的火山要噴發 連義大利跟正面也沒關係 對 沒關係 可是問題是 它最近也敘事在發 這個Campus Flaglery 這個火山 目前也已經到了一個高度警戒狀態 代表著地底下的這地殼裡面 所以整個地殼好像不太平靜 所以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很難預料 但是立剛 所以我們以前一直認為說 恐龍會在侏羅紀興盛 好像是有原因的 因為在2億年前的時候 突然之間出現了一個生物大滅絕 也就是在三疊紀的時候 然後結果生物大滅絕之後 恐龍突然之間就變成了地球的霸主 竄起來了 為什麼會造成一個生物大滅絕 我們現在找到一個證據 什麼樣的證據 我跟你講 可能就是因為火山的劇烈活動 所造成的 什麼 2億年前的滅絕是跟火山有關 是 因為當時 我們就在2億年前的地層 我們去找 只有找到都有大量的 高濃度水銀半生 高濃度水銀 會大量出現在這個地層 最合理的解釋 就是當時有劇烈的火山活動 所以才造成了高濃度的水銀 從地殼裡頭噴出來 噴出來之後 存在這2億年前的岩層裡頭 可能就是因為當時這個 劇烈的火山活動 導致了生物的大滅絕 本來稱霸地球的一些生物 消失掉了 才讓恐龍整個崛起起來 然後在侏羅紀整個大爆發 所以我跟你講 立剛這個生物有的時候 在一瞬間 可能就會把地球的歷史 整個改寫 立剛 我問你一件事情 假設我們缺氧5秒鐘 你覺得會怎麼樣 缺氧5秒鐘 還好你憋一下氣不就好了 我就知道缺氧5秒鐘 不會什麼 沒事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錯了 怎麼說 我跟你講 如果缺少氧5秒鐘 整個地球恐怕都會瓦解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因為理由很簡單 第一個我跟你講 就是所有的生物的內耳 都會爆炸 內耳會爆炸 因為你氧氣佔了 大氣的21% 所以你現在沒有氧的話 所以你說壓力突然之間 你的大氣壓力突然就減少了 可是我們身體裡面的壓力 還是一個大氣 對 所以至少你的耳朵 就會直接爆炸 這麼恐怖 對啊 然後我跟你講 地殼會瞬間瓦解掉 地殼為什麼會瓦解 因為地殼的成分有45%是氧 對啊 所以就是說氧沒有的話 是 然後我們的 氧沒有的話 你的地殼就崩解掉了 我跟你講 連我們的水泥 就會直接粉碎掉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水泥裡頭最重要的黏著劑 就是氧 那個也跟氧有關 是 我跟你講 其實所有東西都跟氧有關 然後我們的大海就會直接沒有 完全消失了 海為什麼會消失 海不是水嗎 海是H2O 水是H2O對不對 有氧的存在 對 所以那個歐沒了 它就變成氫 氫原子立刻就逃脫掉了 就逃到外太空去了 就沒有了 就散射掉了 所以沒有氧 其實對人類 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光短短的5秒鐘 整個地球就會滅絕掉 我跟你講 甚至連天空都是黑的 因為你缺少氧分子 把這一些光線反彈回去 那你的天空看起來 就一片霧黑 那就等於我在月球上面 看的外太空一樣 所以這個沒有氧5秒鐘 這其實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地球上很多東西 組成都是氧 如果沒有氧的話 人類就完蛋了 沒想到 短短的5秒鐘時間 整個地球所有的生態系統 完全就會瓦解掉 可是我們說到 地球表面上 現在這個時候看起來不平靜 可是不平靜之下 天空當中 也有不平靜的東西出現了 最常出現什麼 當然就是幽浮 幽浮不是長條狀 雪茄狀 要不就是標準的圓盤狀 但最近不太對勁 這螺旋狀的傢伙也出現了 在俄羅斯羅斯托夫這個地方 竟然發現了一個很神秘的現象 就是有一個螺旋狀的球體 尤其這個球體看起來 好像是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有人說這是一個神秘的光點 不只是球一樣 而且它會移動 上下左右挪移 你看到沒有 而且它那個移動的軌跡 就真的像一個螺旋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螺旋 有沒有看到它一直在轉 怎麼會這樣子 一開始還滿規律的 後來有人發現 它速度越來越快 這樣一個神秘光點 出現在俄羅斯的夜空 很多人咬定說 它應該就是UFO 不明飛行物體 因為看起來人類飛行器 不會有這個樣的形狀 你看一下往左這樣拉過去 一下又往右偏 什麼東西人類的飛行機 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你即使是直升機轉彎 也不會那麼快 對 你不可能一下往左 又忽而往右 然後又上下左右 這樣的一個不斷的 像螺旋這樣旋轉 所以當然也有人 持反對的看法說 這個應該是什麼樣 新研發的一個機器 或是某種載空儀器之類的 但是很多人說都不太可能 應該還是有一些人 就相信說就是UFO 講到外星的不明飛行物體 就不得不提到 之前還發生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網路上現在大家 全世界都習慣用各種網路 媒介通訊軟體去聯絡對不對 對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說 現在竟然外星人 也搭上這一股風潮 外星人 有網友發現說 怎麼說 他之前在這個網路上 碰到有外星人發文 這個外星人他自稱為這個 麥子眼 麥子眼他就發文說 哈囉 我是麥子眼 我來自Vern這個母星 說有一個太空飛船 在剛剛這個短短幾個小時之內 我穿過了這個銀河系 但是我的藍料不夠 那個藍料是非常特殊稀有 地球上沒有這個東西 他把這個星球 PO給我們地球人看 希望我們可以幫他找 然後也證明他所言不佳 可是很多網友還是 障礙金剛摸摸著裝 我看了都覺得不傻傻 外星人怎麼會懂 我們地球的語言 外星人還會用我們的語言講話 管你是用英文還是什麼 還會發文 雖然這個AKSFC 僅0422 看起來像英文 又有阿拉伯數字 可是大家還是半信半疑的 而且這一則貼文PO上去網路之後 你知道嗎 吸引了這個 馬上幾分鐘之內 就吸引了1342則的留言 回應他 這麼多人 但是這是透過Google 20 PO出來的 可是有些人就講說 這到底是不是Google 20 都搞不清楚 可是他們這個 波文的這個自稱外星人 MaiZian 他怎麼說 他說在他這個照片 不是Google 20 他說沒有造假 對 沒有造假 然後在來到地球之前 他真的已經有燃料用光了 他希望大家能夠 地球能夠幫他 可是有沒有注意到 這是網友他們比對之後 發現跟Google 20裡面的 比對的時候 發現都跟地球不太一樣 沒錯 所以到底這個照片 是不是真的來自於 剛剛講的Vang那個母星 還是說他打了那個代號 AKSFC請012 真的還有待進一步去追究 去追他 這是個問號 好 其實講到神秘的星球 或神秘的物體 就不能不提到 之前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在最早1974年的時候 安東尼貝茲 還有他的太太格里 曾經發現過一個 神秘的球體 後來乾脆科學家 或是這些不可思議現象的 研究專家 就稱之為 叫貝茲的神秘球體 可是他卻是從1970年 才被發現 而且當時被發現的時候 還引起了一場大火 包括森林大火 燒毀了安東尼貝茲 他們880英畝的農地和森林 這樣算起來已經是 500年前的事情 當他們一開始以為是 貝茲突破 那球究竟神秘在哪裡 他以為是炮彈 然後後來當大火起滅之後 把那個球體整理之後 它是一個無縫金屬球 他中22磅 後來他們就想說 把他放在他的兒子 他的嬰兒他們房間裡面 結果後來他的小孩子 應該說他的小孩子 他的房間裡面 結果他小孩子後來有一天 在彈吉他的時候 發現那個無縫金屬球 他會移動 而且他會移動到左邊 右邊 就是不會掉到桌子底下 當你把桌子故意往斜 讓他故意滑下去 如果是一個球體 他會滾下去對不對 他竟然能夠抗拒地心引力 他都會停住 他不會動 他會克服地心引力 對 他彷彿有一個導引機制 在控制他 他等於黏著在桌面上 對 如果你把他往前推 然後他會推到前面去 然後不久之後他又推回來 然後你在彈吉他的時候 他好像有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 會去呼籲你那個節奏 還有一些聲響 後來這個事情吸引了NASA 還有美國的軍方的人 跑去瞭解去看查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瞭解說 裡面他有一個四級體 其中是兩個陣電和兩個副級 而且他裡面 美國軍方決定用這個 高達1000到3000千幅的 這樣一個AX去照射它 發現裡面還有一個 不同密度圓環 繞著了兩個物體在裡面 裡面還有兩個球體在裡面 然後確認不是人造 可以把它造成這個樣子 在70 80年代 什麼科技可以做到這種地步 也不是地球上的東西 這個東西它從外太空 可能從外太空掉下來的 才造成大火 才造成了一些怪異的事情 當然卑茲夫婦跟軍方 和NASA也懷疑 國際太空戰 或者是當時前蘇聯 或是誰哪一個衛星 有衛星的 就是美國跟前蘇聯最多 等一下 衛星有這樣的結構嗎 就沒有 你很奇怪 這個衛星掉下來 從太空上掉下來 但不管怎麼樣 他們其實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破解裡面 到底什麼秘密 我們看到這外太空 掉下來一些東西 讓人家不知之所云 為什麼那些東西會下來 完全不知道其理由為何 可是是否是外星人 放下了一些探測器 可是我們說到 這地球表面上 現在人與人之間 互相在有交流 北韓人他們有沒有人到國外去 有 有人到了義大利去 但是在義大利待著待著 突然接到了一通電話 他痛哭流涕 為什麼那通電話 他聽了會痛哭流涕 你剛剛北韓這個 號稱北韓希羅的足球員 就是他 韓光忠 他前陣子接到一通電話 是從平壤當局打來的 平壤打來的 一定是金正恩指示高層打來的 他接到這通電話之後 他竟然不是榮譽 不是開心 痛哭流涕 嚇魂不守舍 害怕了 怎麼會這樣子 出了什麼事情 出了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他待在義大利 他有什麼好害怕的 對啊 在義大利直接出的對 他很光榮光忠 要北韓不是嗎 是啊 韓光忠本來在這禮拜六 要上一個他們的 義大利的綜藝節目 但突然不知什麼原因 神秘原因 來這通神秘電話 就不准他上 因為他父母也都還在北韓 而且北韓還說 你要上我就把你抓回北韓 這個比鬼來電還讓他驚嚇 難道在他們的 北韓人民心目中 金正恩比鬼還可怕嗎 一剛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子講會不會太誇張 是 誰說的 你知不知道前陣子 美國一個大學生 娃姆比爾 不是被禁錮之後 送回美國 沒多久就死掉嗎 對 他的父母現在出來講話 說了什麼 他的父母說 你曉不曉得我的兒子 他當時被送回來的時候 整個人被超乎人類極限的領域 而且他發現他的牙齒 被重組過 牙齒怎麼會重組的 你知道娃姆比爾回去美國 不到一個週就死掉了 可是現在他的爸媽才講說 他的兒子當時一回來 一個好好的 本來一個好好的年輕人 回來之後又聾又啞 整個眼神死掉 然後更可怕的是 他們打開他的嘴巴 而且他都不講話 就發現 你知道牙齒重組是什麼意思嗎 有點就是你後排的牙齒 跑到前面 你的門牙跑到後面 你看 可是這有點弔詭啦 如果說是被刑囚的話 應該牙齒都會掉了 怎麼反而牙齒前後 完全位置都不對了呢 是啊 他爸說 有被鉗子拔起來的痕跡 所以難不成為給他 重新植牙了呢 你拔起來就已經痛不遇生了 再重新植回去 你金正恩這麼凌虐他的目的是什麼 人家講 那是因為金正恩 他最恐怖的酷刑 就是這種色紋大法 他還發現 爸媽還發現兒子 整個手掌腳掌都變形了 頭髮還被剃光 難道腦部也被開腦過嗎 然後發出了不像人的聲音 整個人已經 應該講說不是人了 你剛剛我告訴你 這種他們講說 其實就是金正恩的一種 最恐怖的極端酷刑 他們說金正恩的色魂大法是什麼 你以瓦姆比爾為例 你不覺得他根本就像南版的 海倫凱勒嗎 好 這整個人回來之後 你只發現他的整個身體的躯體 然後靈魂被禁錮在裡頭 感覺金正恩把你禁錮在裡頭 然後讓你跟外界完全無法溝通 然後你在北韓所發生的一切 你自己看又聾又啞 然後眼神幻散 手掌腳掌你想寫字求救 想寫字告訴別人 你這邊遭遇的一切 你手掌腳掌都變形了 可是他如果跟他的家人見到面 如果家人問他 那他應該會講得出 北韓的一些事情吧 他講不出來 他講不出來 你有沒有覺得這跟劉邦老婆呂厚 他把欺負人弄成人質 是不是一模一樣 多文句的激情 好 社魂大法恐怖激情吧 可是立剛有人講說 李金正恩這麼恐怖 誰敢靠近他 立剛可是你看 誰說沒人敢靠近他 還有一個女的 而且這女的 這女的膽子怎麼那麼大 太大了 不但靠近他 竟然還用勾魂大法 一隻手就把金正恩的手臂 給抓出來 抓過來 你知道旁邊的這些高官 將領 全部在現場一陣驚熱的說 誰能抓領導人的手 立剛 這誰呢 答案揭曉 李學祖 好 我告訴各位 也許你會說 他是他老婆 誰說他老婆 就可以抓領導人的手 你要知道這北韓是禁忌 因為北韓的領導人 金氏王朝是孤家寡人 怎麼可以抓他的手 但李雪珠就在眾高官面前 我就是抓 而且我抓過來 金正恩也沒講話 好 這樣的一個勾魂大法 怎麼李學祖這麼有本事 我告訴你 立剛 你曉不曉得李學祖 當年 還在當學生的時候 他曾經在北韓的萬景台 大講台 大講堂上面 突然做出一個讓所有 因為當時 南韓也有記者在採訪 讓大家嚇破 跌破眼鏡的動作 什麼樣的動作 他突然出來高歌 他講 他說白頭山是我祖國 可是你們紀州島的漢拿山 也是我祖國 兩個都是我們的祖國 當著南韓記者面前 那時候人家就覺得 你直接就是嗆說 南韓是你的 至於 他才唱幾歌來了 然後用那種很中低音的 低嗓唱著 慷慨激昂 這個時候記者 當然就會採訪他 他是主角了 光芒萬丈了 他突然抓南韓記者的手 一抓抓六個人 然後呢 然後就對著這些人講說 有什麼事盡量問 你採訪我 我有問必答 好 我不對說 你看這當年的照片 可是在北韓照裡說 沒有人敢對記者講任何的話 他那時候不是第一夫人 他還只是個學生 他居然有這麼大的膽子 就有這種角色 好 不像北韓的女學生 一定是桃之夭夭對不對 看到鏡頭一定閃閃躲躲 原因是什麼 揭秘 因為女學祖 其實她從小就已經被栽培成 將來就是要做國母的 就是要做金針恩老婆的 就是要做領導夫人的 13歲 他就訪問日本 17歲 訪問韓國 這種從小祕密栽培 似乎金針恩老婆 就是他這輩子唯一的職業 沒有想到 這理學祖從小的培養 就是要讓他當上那第一夫人 不過目標真的是達到了 可是我們說到 那北韓的人們心中 他們認為這個金針恩是誰 他們把金針恩形容成 像一個北韓的唐伯虎 因為他琴棋書畫 樣樣都通 金針恩可以說是 北韓唐伯虎當之無愧 為什麼這麼說 之前川普不是 他那麼老粗的人 你跟我說他是北韓唐伯虎 但是你接下來你看 人家可是唐伯虎是 琴棋書畫樣樣通 是 他也不會輸給 唐伯虎的文采 川普罵他是小火箭人 然後還說要把北韓給滅掉 可是金針恩後來發表一篇聲明 讓美國鄉民注意到 也大開了眼界 真的嗎 他用了那個字叫Dota的 翻成中文 大概就是叫 而且這個字 在一般的英文字典不容易出現 他要去翻韋斯大吃點 所以也就是說 美國人看到這個字眼 他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看他罵人 是不是不帶髒字 而且還可以羞辱川普 他還真的懂得 英文裡面的文言文 用這幾個字 就點出川普 你就是個智障 你憑什麼跟我叫板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你川普就是看不穿 北韓的唐伯虎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們台灣現在 還要廢掉文言文 人家金針恩 因為他可是是一樣樣通 所以不只文言文他會 文言文的英文也會 他這個 我剛剛不是你提到說 他琴琴舒嬅 樣樣精通 對不對 其實你知道嗎 金針恩還有一個詩號 是很愛音樂 而且他很愛彈琴 據說他曾經有在 他的一個官邸的時候彈琴 彈著鋼琴 然後彈完了之後 那個音樂的旋律 慷慨激昂 有如他的潮水的澎湃洶湧 據說他那個曲名 就叫做一鼓作氣 他彈完之後 問他旁邊的工作人員 和水戶說 我彈得怎麼樣 當然旁邊 誰敢說不好 當然 但是旁邊的人 形容得更誇張 這個偉大的領導人 彈完之後 有如這個感覺 那個精神一鼓作氣 就整個這個澎湃飛機 他當下他就說 我還可以作曲 然後甚至我可以彈吉他 我萬萬想不到 我以為他只會開戰車 只會開飛機 沒講到居然連彈琴都會 因為他是個大老鼠 他的官邸裡面 據說有20多台以上的這種 演奏用的或是專業用的 這種鋼琴你知道嗎 要那麼多鋼琴 而且他也可以彈吉他 又可以自彈自唱 感覺上鄉村天王 都可以上身了 你知道嗎 你看人家內涵可深了 所以不只是這種 會聞的也會舞的 琴琴舒嬅之外 現代的一些似而以興趣 他也要有 你看到之前都是他被人家拍 等一下 我這張照片我覺得很怪異 怎麼這個人拿著照相機 看起來像金正恩 真的是金正恩 他客串一下攝影師 金正恩居然會拿相機幫人家拍照 你不要以為他只是專模作樣 這個是據說是他的照相機 他在拍北韓空軍的女軍官 還有他的女飛巡員戰士 當然他們有先跟他合照 合照完之後 他就把他的相機 叫水護把他拿出來 讓他拍一下 有人注意到他那個相機的 你有沒有看那個姿勢多專業 而且你看他相機旁邊 有四個按鈕 據說他們看一下那個規格 應該是Canon的 它一個5D Mark 3 一個滿高級的一個相機 很有專業機 很專業的相機 他居然會用這樣的專業機 而且旁邊還沒人教他就會 鏡頭至少沒拿反 對不對 這麼厲害 你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金正恩 他連攝影他都有興趣 所以真的是什麼 真的是文武全能 所以其實講到金正恩 最近不是因為他一連串的 核事報 還有試射飛彈 已經引起國際艦 尤其是美國 非常的感冒爽 所以後來在上個禮拜 不是派了這個 B1B的槍擊兵轟炸機 以及F-15C的戰鬥機 分別從關島跟沖繩基地 飛到了這個 朝鮮半島的38度線 飛軍事的停戰線的 附近的最北端 所以當時日本 韓國和美國 就覺得很奇怪 北韓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你是指老虎嗎 我跟你講 我剛剛不是說 它這個北韓的空房 有這個煞武防空飛彈嗎 它的防空飛彈的這個射程 雖然只有200到250公里左右 但是它的有雷達 雷達的這個探空搜索雷達 大概是涵蓋400公里範圍 那我剛剛說B1B距離它的原廠 只有350 但是涵蓋在這個範圍之內 它營造得到 為什麼連個反應都沒有 它不打開 不是不打開 它沒辦法打開 為什麼沒辦法打開 沒電了 你叫它開什麼 什麼 沒電 對啊 沒電力不能動 北韓不是被國際間經濟制裁 連大陸都響應得非常徹底的 執行那個油園的緊縮 所以你就說 它電力也不足 沒電了 所以雷達也不啟動 好 說到的這個飛機飛過去 就不能不提 其實金正日說他不怕 好像看起來很囂張 但是他爸爸是很怕 金正日 他以前遭逢過這種狀況 你知道嗎 金正日遇過這樣的狀況 我以為只有他兒子這麼狂 美軍當時F11管的戰鬥機 曾經在快速的飛過去 飛到了這個金正日 他一個別館 他的祕密別墅的一個基地裡面 當時在川沐邊 他還拿著這個 手上拿著威士忌酒杯 你有沒有看過電影 TOPGO那個TOMUTO是耍帥 飛機衝過去那一剎那 那個音爆 對 爆一下 讓那個劍橋 全都震動 咖啡都震倒了對不對 就是這一幕畫面 這樣子飛過去的過程當中 當時這個美軍這個M11管的飛行員 就是仿造TOMUTO這樣一個 飛行的這個方式 你說低空然後產生強大的音爆 對 然後直接這樣 而且是在夜間這樣過去 你害金正日嚇一跳 砰 也會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你看嗎 你有沒有看到 他咖啡都倒在他的這個 胸口上了 難不成 那時候金正日拿著這個威士忌酒杯 差點打翻到地上去了 他被這個音爆給震到了 他就嚇死了 所以美軍也是故意用這個 來測試北韓的空房 和你金正日在玩什麼把戲 敢不敢對美軍有什麼反制 好 所以我才會講說 金正日是不是到底會不會怕 好 其實金正日也罷 再早一點金正日的爺爺 就是金正日的爸爸金日成 以前碰到美軍的這個戰鬥機 或是軍機飛過去 比如說SR-71 他們這個 當時全世界最快的這個 徵兆機 對 徵兆機 當時他的速度是超過3.3馬赫 到現在為止 這個速度還是最快 可是當時飛過去 北韓的空房根本沒辦法攔截 他的飛彈 第一次攔截的時候 是1970年代 打不到 失敗了 第二次在1981年的時候 又往上打 結果還掉到民宅裡面 自己還爆炸 炸到自己人家 所以後來他們就很生氣 就不打了 任由美軍的徵兆機 在他北韓的領土上空 一直不斷的飛來飛去 照來照去 這就是為什麼 1970到1980年代 當時北韓不斷的在聯合國指控 美軍親門打後 讓這個SR-71像這種軍機 飛到他國土上空 然後讓他沒辦法反制反應 因為打不下來 這就是北韓 從金正恩的爺爺到爸爸 都曾經吃過這個虧的道理 可是我們看著金正恩的爺爺 跟爸爸在那個年代的 北韓的狀況 跟現代金正恩執政的時候 的狀況可不太一樣 不能同日而語 但是會不會引起戰火 真的值得我們再觀察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26號的晚上 烏克蘭的城市裡面 突然發生了巨大的爆炸聲響 一個軍火庫炸了 是什麼原因 有人說 那可是普丁下的手 剛剛這發生在烏克蘭的城市 卡利尼夫卡這個地方 一下子半夜整個這樣 整個大爆炸 你知道到處試射 你以為在放煙火嗎 不是 全部都是軍火 沒想到到了連白天的時候 都還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占地60公頃的軍火庫 你看那個整個大爆發 你看一大堆堆試散出來 在那邊轉 為什麼 因為裡頭出場了19萬噸的軍火 19萬 這麼多 是 包括火箭彈 炮彈 防空導彈什麼裡頭一大堆 結果現在這樣一炸之後 那個不得了 所以當局也非常嚴重 動員了上千人去滅火 而且因為他一路也燃燒到 旁邊的森林 燒得範圍那麼廣 然後當地撤離了 大概超過3萬人 要趕快撤離 因為你不知道這些武器 還會爆炸到底延續到多久 所以他非常可怕 連烏克蘭總理都趕快跑到現場去了 他們看了調查之後 然後現在大致把火勢控制住了 也沒有再往森林燃燒了 可是他們說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事件 這是有人為故意幹的 所以有人故意要破壞 是 他說這個他們不排除 是利用無人機之類的東西 然後故意去引燃這個軍火 用個無人機就可以炸成這個樣子 烏克蘭的軍火 他們也滿奇怪的 他那個倉庫 有一些地方是露天的 他就直接擺在 把軍火排列擺在那邊 如果有人有無人機的話 你直接過去的話 他直接引燃其中一些軍火就好 丟一顆炸得下去 就可以把它全炸了 剩下就會直接跟著一起爆 這一次光是這樣的一個 假設真的是無人機幹的話 他光這一次已經弄掉 他大概30% 這19萬噸的30% 就是5萬多噸 這麼厲害 就5萬多噸的軍火就沒了 這個成本效益真的很高 非常高 無人機一台才多少錢而已 而且他們還懷疑 可能是用民用無人機 還不用軍用 用民用 也搞不好就是那種幾千塊 那種小無人機就直接 小飛機就可以打立大功 對 所以他們現在嚴重懷疑 這是誰幹的 他們認為很可能是俄羅斯幹的 因為我跟你講 今年3月的時候 在巴拉克利亞 他們另外一個城市 那邊的軍火庫也是炸掉 你看炸得這樣子 當時也是大爆炸 這樣炸得10分5裂 然後當時他們就懷疑 是俄羅斯人故意用一台 民用的無人機 上面裝了鋁熱器的手榴彈 然後到那個定點之後直接爆炸 一個手榴彈台多少錢 然後一個無人機 了不起幾千塊 結果這樣一炸 你知道烏克蘭損失10億美金 不得了 這個效益實在太高了 對啊 如果都能夠這樣去炸 敵人的軍火庫的話 這真的是非常滑得來 所以現在烏克蘭也非常頭痛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樣去防止 假設這真的是俄羅斯幹的話 你要找到證據還不容易 因為人家用的是無人機 而且又是民用的 你還查不出來到底是誰幹的 其實烏克蘭自己本身 他們軍火管理一直都很混亂 尤其是他脫離蘇聯了之後 他們市場上黑色一大堆 走私武器的東西一大堆 你知道嗎 之前他們破獲一個民間的軍火庫 看到所有人都嚇傻了 怎麼說 因為那個軍火庫什麼東西都有 小到子彈 我跟你講 大到防空導彈都有 連防空導彈都有 然後那個破擊炮 手榴彈 各種琳瑯滿目全部都有 甚至連步兵戰車都在裡頭 你還記得那個電影 那個軍火之王 尼克拉斯凱基演的 不就是從烏克蘭買東西 我跟你講 什麼都買 對 裡頭那個軍火之王 那個有理就是烏克蘭人 所以他就是專門去烏克蘭 買這些東西 烏克蘭走私 真的誇張到一個非常離譜的地步 你看整個 他裡頭很多裝備 恐怕比我們國軍都還好 你看步兵戰車都在裡頭 對 我跟你講 因為在烏克蘭 其實大家都公開的秘密 小到子彈 大到直升機 隨時都可以走私 沒想到電影裡面演的 就跟真實場景一樣 是 我跟你講 而且之前在香港 還發生更離譜的事情 也是一樣由烏克蘭寄來 就他們一看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什麼東西 米格29 不可能啦 真的是米格29 所以說這個玩意 這種東西也可以走 米格29可以走私 可以走私 雖然他的武器沒有裝 然後引擎也拆掉了 軍火之王尼克拉斯凱 一隻走私的直升機 對 這個實在太誇張了 連戰機都可以走私了 戰鬥機都可以拿來走私 會不會太離譜了一點 所以真的是讓他覺得 沒想到香港的海關 可以發現這玩意 這真的是非常誇張 所以烏克蘭真的是無奇不有 什麼都可以走私 而且這很可能 就是他們自己軍方的高層 跟他們的高官結合起來 不然的話這種東西 怎麼可能出得來 我跟你講 其實軍火之王裡頭講 那個尤里是真有其人 真有其人 這個人最近被證實 可能已經死在基輔的 13號訓問室了 因為 什麼 死在基輔不對吧 現在烏克蘭內務部證實 他已經死了 但是沒有說 他們中間的相關細節都沒講 因為這個尤里 其實在1990年代的時候 就跟烏克蘭的一些高官合作 就把一些 我跟你講 所以等於蘇聯剛解體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了 對 我跟你講 他把一些導彈 然後甚至洲際彈道導彈 甚至還有核武原料 全部在下面外面走私 都可以走私 是 他全部都可以走私 後來是因為烏克蘭政府換了之後 他因為跟前政府有關 所以被抓起來 他還是在捷克 被烏克蘭特工把他放回來了 你知道 所以這個傳奇的人物 不是真正存在 也證實了烏克蘭的軍火走私 氾濫的嚴重 我們看到這樣的軍火走私 這樣的氾濫嚴重 可是在現在的這時候 全世界各國的戰場上面 軍需品還是需要 這些走私的這些商人 仍然是存在的 可是我們說到 有一樣東西 全世界各國大家都在看 什麼東西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的創辦人 91歲過世了 不過他身邊的這些兔女郎 可真不得了得多 講到修海夫那 很多人就會把他 跟花花公子連上等號 除了是他創練Playboy的王國之外 還有他周邊有太多漂亮的女生 所以很多人想說 他的感情世界一定超豐富的 而且他生活一定非常的亂 對不對 但問題是你知道 年輕的海夫那可能跟你想的 完全都不一樣 為什麼 事實上他到22歲的時候 我跟你講 他還是一個完整的通子之生 你知道 其實他後來 他整個生活也變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而且他真的非常喜歡 年輕的漂亮女性 你看他的整個Playboy的 玩伴女郎 其實都是這個 而且我再告訴你一件事 其實都是高學歷你知道 你不要以為這些都是沒有 我以為只長得漂亮而已 很多都是名校 大學名校的高材生 你知道海夫那他後來 他很喜歡跟這些女孩子 周旋在一起 你知道他那時候 40多歲的時候 曾經約一個18歲的一個女孩子 他想說我跟他約會你知道 人家也是加州大學的高材生 結果那女孩子 看他一定拒絕 看他年紀那麼大 當然 他就拒絕他 你知道那女孩子說什麼你知道 說什麼 女孩子說我告訴你 說實話你以為你很有錢 我從來沒有跟24歲以上的男生 約過會 一般來講說 我們像這種就被人家打槍之後 就會覺得很尷尬你知道 海夫那居然跟他說 那沒關係 我們兩個扯平 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約過24歲以下的 要用這種方式化解那個尷尬 你知道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看到 他在2011年 跟他第三任的妻子 克里斯托結婚的時候 事實上那時候也鬧得沸沸揚揚 因為當初那時候 海夫那已經84歲 你知道嗎 那時候已經84 其實那時候24歲 人家說天啊 你們差60歲 是怎麼個結婚法 那個時候 後來人家問克里斯托 他就講說其實我跟他 去一見鍾情 我覺得嫁給他也不錯 感覺上好像天錯之和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 其實像我剛剛講的克里斯托 他自己本身也是玩扮女郎出來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以這個海夫那 這個Playboy王國來說 事實上他經常辦很多的活動 因為花花那個玩扮女郎 其實都從很多國家來 在墨西哥有一個玩扮女郎 他最近就一直在苦練 因為他去參加巴西的一個 世界第一美臀大賽 漂亮的屁股這樣子 他想要去 因為你要第一名的話 我剛剛講豐厚的獎金 而且還可以上很多的雜誌的封面 可是問題是他為了得到這個獎金 我跟你講 真的無所不用其極 怎麼說 他每天要練深蹲 要蹲兩小時 那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整個身體的力量 因為他練他大腿跟臀部的肌肉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本來是吃素食的 他為了讓身體 累積很多的蛋白質 那就要吃肉 他居然就開始吃牛排 就開始吃肉 每個禮拜這樣子鍛鍊 他只為了想要拿到第一名 我們講到這件事情之外 你會發現到其實花花公子 最有名就是他那個城堡 海夫那那個花花公子城堡 號稱60億台幣所建成的 那個城堡60億台幣 真的非常誇張 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講說 裡面應該有很多兔女郎 通通都住在裡面 一定享盡奢華對不對 這麼有名這樣子 結果後來有人逃離 用逃的你知道 逃離這個花花公子城堡的時候 為什麼要逃離 他就出來講 他說你們都錯了你知道 你以為我們在那裡很開心嗎 他說其實所有的女孩子 要進去住之前 通通要經過海夫那的面試 而且他們要集體行動 這個城堡號稱有22個房間 裡面有游泳池 電影院還有酒窖 聽起來很華麗對不對 很棒 但對不起所有的兔女郎 全部要住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為什麼所有人要住在一起 搞起來跟囚犯一樣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隱私 而且每天晚上有門禁 9點鐘你必須要回到家 你想說天啊 你在那邊要幹嘛 他說有 我們每個月有槍進台幣 3萬塊左右的零用錢你知道 你說3萬塊零用錢 你會說什麼 我們都只能拿去買衣服 買衣服 化妝 打扮自己 甚至要拿去做整形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說 花花公子的影響力 其實非常非常大 甚至連花花公子女郎 都曾經上過越戰的戰場 什麼 花花公子女郎 怎麼會上越戰戰場 你一定想說奇怪 根本沒有這件事嗎 沒有 戰場上面的照片 我沒看過有這樣的照片 可是你現在看這個照片 你就會發現 兔女郎真的無所不在意 真的 越南戰場上面 有這個兔女郎的標誌 因為當時花花公子雜誌 就隨著美軍大兵 就進到了越南戰場裡面去 而且大家就想說 你那個Playboy 不是每天都很仰眼嗎 其實他用了一種方式 什麼方法 因為他知道這些美國大兵 離家鄉很遠 他們喜歡想要家鄉味你知道 所以當時花花公子的雜誌裡面 都把那些女郎 打扮成臨家女孩的樣子 讓這些美國大兵看了之後 就覺得 我好像住在家裡面附近這樣子 而且甚至它裡面 不是只有情色的文章裡面 他還包他做的時尚雜誌 告訴你旅遊 告訴你美食 告訴你房地產 告訴你很多很多 國際情勢的東西 什麼東西都有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些兔女郎陪著美軍大兵 上了越南戰場 這還真的是個事實 沒想到這些美女 居然跟著上了戰場 可是我們說到 美女如果都在懸崖上面 排成一字 你覺得她們要做什麼事 好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是一個懸崖峭壁 結果這個懸崖峭壁上面 一般來講說 大家都知道爬山或什麼的 可是這些人好像也不太對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好像每個人角度開拍的 為什麼要這樣排成一字 這個是在河南洛陽的 那個青藥山上面你知道 這個總共有40個人 他們其實都是練瑜伽的 他們想說我平常 在平地上做瑜伽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在上面做瑜伽 站個布爾克摔死了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一定發現到 真的很奇怪 因為這些人居然在上面 開始擺起了姿勢 開始用一字馬做起來你知道 甚至還有人在上面經濟獨立 你知道這一群人 總共有40個人 他們現在的高度 是在200公尺高左右 這樣一個懸崖上線 這麼高 所以你可以看他們幾乎沒有什麼 你看這個遠看的 這個遠拍的這個鏡頭 你就會發現這樣 還真的滿多人的你知道 這種其實講實話 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險 尤其他們又沒有什麼 這個防護的設備 可是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了 這個女孩子她在幹嘛 東摸西摸 等一下 她也在爬山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她身上連繩索都沒有 是 我們現在講 她真的是用爬的 因為她是徒手 你剛剛還有看到一些安全繩索 她完全沒有 你知道 這是在貴州 被稱之為叫做女蜘蛛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以前都是採藥 還有幫助人家放那個玄關在上面 可是因為現在沒有這樣子 所以他們每天就表演這種 所謂的爬懸崖的這種絕技 這是表演 對 他們就開始表演 然後你不要小看這種表演 一天要爬兩次 其實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錢非常少 可是萬一一個不小心 刷下去就沒命了 人家底薪差不多4千塊台幣左右 每天這樣爬上爬下 而且重點是 他沒有任何的防護工具 講到這種事情 其實你知道有人爬高爬高 就想說我要離太陽最近 你知道嗎 真的有人是離太陽很近 可是他是拿命在換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個表演者68歲了 你現在看到 我邊講你會發現 他其實是在一個繩索上面 就這樣走過去 你跟我說他68 他68歲了 你現在畫面上面有沒有看到 有人68歲走路都走不穩 是 但是而且我跟你講 他其實表演的是在270公尺高的 這個燕蕩山上面 他們表演要飛渡這個繩索 你看 他不只飛渡 還要在上面表演這種特技 你知道他這一行 他本來一批有13個人 開始做這個表演 到現在也只有三個人 你知道 而且他幾乎沒有任何的 防護的裝備 我們講到像這種東西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危險 可是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人 人家就是要靠這個謀生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在江西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人站在那裡懸崩 這真的要飛沿走壁 哪一條繩子就在那裡 盪來盪去有沒有 走過來 走過去 走過來 走過去 可是我們從這樣子上面看 以為在平路 結果沒想到自己還是在 完全不是 垂直的懸崖 他就是在一個全職的懸崖 而且下面也沒有任何的安全網 只有一條繩索就這樣攀 可是你想說他在幹嘛 因為其實在當地 古時候就有一種 懸關這樣的一個儀式 而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讓觀光客看一下 當年是怎麼把這些棺材 懸到懸崖壁上的 看到這樣的畫面 看到這樣的場景 你有沒有注意到 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 但是這些人的生活 每天都在驚險中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滑艇選手 他們划船速度非常快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們要做得更快 勢力鋼 滑艇其實有的時候 也是充滿危險的 你看他們在滑艇的時候 你看這樣子這樣 摔下去 你看有沒有 其實你看非常刺激 你看結果這個人 翻船了 整個倒過去了 非常危險對不對 結果你看 那銅板倒了要怎麼辦 對啊 我跟你講 同伴倒了 所以他要趕快抓住石頭 你知道 就趕快這樣然後穩住 然後隊友這時候 要趕快去救他 所以馬上要伸出援手來 你看 立刻把他抓起來 看到沒有 他伸出那個石頭 然後結果他同伴 趕快過去把他整個拉起來 他這麼快速度就把他拉起來 是 我跟你講 因為你如果不趕快的話 你知道水流那麼穿急 他等一下一個抓不住 可能整個人被衝到下樓去 一撞到岩石 可能就要命上皇權了 看到這樣的畫面 看到這樣的場景 在這些危險的活動的時候 你要特別的小心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看著我們的北半球 這前天的台北高溫 可是38.6度 但是大家都說 已經都已經過了到秋天的時刻 怎麼溫度會這麼高 但不打緊 這北半球的溫度 現在開始要下降 可是南半球還沒到夏天 已經超過40度以上了 這是怎麼回事 是 立剛 台灣創下122年來最高溫紀錄 這是熱死人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還算幸運的 你知道嗎 因為澳洲更熱 不對 澳洲現在不是才在那個 這個春天 對 冬天才剛過完要春天來 結果你看人家沙灘上 滿滿都是人 你知道 為什麼因為那邊熱得要命 可是他們春天 為什麼會熱成這樣 我跟你講不知道 他現在整個9月 他平均溫度竟然快要42度 可是不對 他真正最熱的時候 應該是在12月到1月的時候 他的冬天才剛過完 他6到8月是冬天 是啊 才剛過完 結果你看這哪像冬天 一下子從冬天變夏天 還變成酷熱 因為真的是熱到一個爆炸 你知道 因為澳洲創下歷史上超高溫 整個9月都是熱得要死的天氣 好幾個地方都飆到 將近42度 所以熱翻了 我跟你講 不僅人熱翻了 我跟你講連蝙蝠都受不了 蝙蝠不是咒服夜出嗎 我跟你講 他為什麼會熱翻 因為他們 他們在新來威爾斯這邊那個園區 你看這些 我跟你講他們不是在睡覺 他們不是在睡覺 不是睡覺 他是被熱死了 被熱死 現在在這個園區裡頭 本來要2000隻蝙蝠左右 現在只剩下600多隻 另外那1400隻呢 我跟你講 因為有700多隻已經被熱死了 這麼多 然後剩下還有好幾百隻 已經逃掉了 因為實在熱得受不了 他們已經逃走了 真的是死的死逃的逃 你知道 蝙蝠還有一個地方逃 真的 那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這種蝙蝠是 最大型的蝙蝠之一 但他實在受不了這個高溫 實在熱到頭昆腦脹 我跟你講蝙蝠都受不了 人也一樣受不了 昆斯蘭已經熱到42度了 天啊 昆斯蘭溫度 比我們台灣還高 所以我跟你講 而且我跟你講 在澳洲中部更可怕 澳洲中部 Claypain這個地方 已經從去年聖誕節到現在 沒有下過雨 9個月 10個月沒有下雨 沒有下雨 沒有下過雨 那掉在那個地方不是 全部都乾涸掉了 乾那個鑰匙 然後溫度又超級高 所以現在大家真的是 連馬槽什麼地方 只要有水的地方 大家全部都擠過去 因為實在是熱死了 而且澳洲大陸 是不是要變沙漠了 是 所以這真的是 非常慘的一個狀況 你有沒有看到人躺在哪裡 你看這本來喝水的馬槽 大家直接拿來當避暑勝地 因為實在是熱到發昏了 這有點誇張了吧 我跟你講 但是問題是 不是只有澳洲熱而已 我跟你講連歐洲都很熱 歐洲 歐洲的尾度那麼高 比我們還高 再來講歐洲應該不至於很熱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我跟你講 歐洲現在已經熱翻了 尤其是低中海沿線附近 義大利 法國這些國家 葡萄牙這些國家 每一個都熱得要命 你知道 熱到曾經有一些比較熱的城市 三天三夜 包括晚上氣溫都不低於30度 晚上不低於30度 是 所以很多地方熱得要命 我們至少現在晚上溫度 還都在26 7度 而且有專家預測就是 以前大家就會覺得說 偶爾會熱一下 但是未來40度高溫 可能是變成常態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山頭底下連雪都沒 是 那個雪全部都融光 因為天氣氣溫太高 本來中年積雪的高山 居然都變成禿頭了 我跟你講那真的是受不了 其實之前在2003年的時候 歐洲因為熱浪來襲 曾經熱死了7萬5千人 7萬5 是 我跟你講 你沒說錯 一個歐洲位 沒有說錯 我跟你講俄羅斯之前 也熱死過好幾萬人 我跟你講現在歐洲 大概整個會變成常態性的熱 有一到2050年之後 會熱翻了 熱得要命 所以這真的是非常令人難過的 一個嚴重問題 我跟你講現在 現在地球全部在發燒了 我跟你講 不僅人熱昏了 我跟你講現在連葡萄都熱昏了 葡萄 我跟你講現在法國他們估計 因為氣候實在太熱 熱會引發什麼 森林大火 所以法國今年的葡萄 葡萄酒大概會減產17% 也就是49億瓶 這個數量還滿多的 而且我跟你講更糟的就是 因為森林大火一大堆對不對 葡萄這邊也估計 因為你森林大火之後 這些燒出來的這些菸層 會被葡萄樹吸收 那葡萄吸收了之後 就會變得好像煙燻那種味道 你知道那煙燻那個味道 口感就會變得非常差 可是這樣就不能做成酒了 對 這個酒就變成劣質酒了 所以他們估計 今年的劣質酒會非常多 所以被燻到 連酒都不能喝了 所以你就知道 熱其實真的是 非常麻煩的問題 但是美國這邊也是一樣 美國加州現在這邊 整個公路就好像延伸到 地獄流去一樣 因為整個森林大火燒不完 可是之前森林大火完 不是有高山下了大雪 怎麼又燒起來了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加州也是熱翻了 又乾燥又熱 所以不斷的在燃燒 現在燃燒面積已經超過2500公頃 這麼多 對 然後到處 現在有1500名民眾 已經被強制千里 然後他們還在繼續在 挽救這個大火 我跟你講加州以前 以前熱歸熱 它至少還有野火劑 因為有一些比較乾旱的地方 乾旱的季節有野火劑 現在已經沒有野火劑 你知道 並不是因為情況變得比較好 而是一年365天都是野火劑 天天都會燒 對 天天都在燒 到處都在燒 所以燒了頭昏腦杖 所以加州常備有 數千名消防隊員 現在他們還有一個很有特色 你知道 叫Fire Tracer Fire Tracer裡頭 居然有女球消防員 什麼叫女球消防員 就是他們本來是女性犯人 但是他給你一個選擇的機會 就是你可以來參加 這個消防員的訓練 如果你能夠通過訓練 你就變成女球消防員 你就比較可以出去玩了 球犯出去救火嗎 對 去救火 因為需要他們的人力資源 所以這個訓練很艱苦 每週五天 每一次八個小時 然後他們要穿上65磅重 也就是20多公斤 將近30公斤的裝備 然後要跑3英里 這麼遠的距離 非常遠的距離 而且我看他們怎麼 還坐在教室裡來考試 我跟你講還要考試 消防員要知道很多知識 不然火也不是隨便亂救的 然後他們要扛起這些裝備 然後穿上這種非常重的消防靴 然後透過所有這些體能 人跟宿科的測驗 然後你才能夠成為合格的消防員 阿州需要非常多人力 來支援這個東西 因為火災到處都是炎火起來了 是 因為而且你不用女球消防員 一般的女性 願意當消防員的非常少 非常少 他們說平均每針50個 大概才會來一兩年 可是這些囚犯 他們樂意出來 是 當然 因為總米關的監獄也好 至少總米關的監獄裡頭好 所以你看加州已經緊急到 連囚犯都要 甚至女性囚犯 都要來當消防員的地步 我們看到加州現在 到處野火這個竄生 使得這整個地方 都變成了火海一片 可是我們說到 美國這塊土地上面來說 今年可真的是多災多難 不知道是因為 是不是川普的關係 現在有人連草地上面 都起了一個大的泡泡 為什麼草地明明在土地上 會起泡泡 那底下究竟有什麼生物 要冒出來 而且更可怕的是 它是在自家的後院 可不是在外面 不是花山野地 對 非常恐怖對不對 恐怖了 我們帶大家去看到 美國Pancilvania 結果畫面上我們看見 你看 你家的草皮 看起來很棒 但是你看 因為那是個綠水床 你看天啊 哪裡買的 看起來很舒服 有沒有 看起來 可是他發現不對 這怎麼回事 他家的草地應該像旁邊 那樣子很平在對 所以你說這不是水床 這是草皮 對 突然腫起來了 你會不會很好奇 家裡的草地長水泡 那當然睡個覺起來 草皮鼓起來這怎麼回事 來 立剛如果你覺得 家裡草地長水泡 你看 結果不是長水泡 是青春豆 你看它把裡面東西排出來 好恐怖 而且還一直噴一直流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有人竟然說 這可能跟園藝施工有關係 怎麼說 可能是他們要植草皮 先鋪了一層防水棉 結果不知道哪裡什麼問題 那個米水就灌進去 結果整個草地這樣噴起來 看起來好恐怖 可是旁邊為什麼沒噴起來 這怪 可能是只有這一塊線 還是怎樣 我們不懂 但是重點是在於你看 他都覺得很難過 一直搓... 結果終於出來了一大堆 旁邊搓都沒流出來 對 就是那一邊 一搓下去 可能剛好那邊把磨搓破 所以不知道它防水 要不要重做 但是至少 雖然看起來噁心 好像幫你的草地擠青春痘 但是至少也沒有人 發生什麼災難 但是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場景 很多人真的是 觸警深情 非常害怕 我們換一邊看 這是我們高雄 高雄這邊有看到嗎 旁邊那個斑馬蟹 大家有沒有看見 斑馬蟹為什麼會跳 他那個其實車子開過去 還有韻律 在那邊上下起伏 在那邊震動 他在呼吸嗎 感覺像他們蹦蹦蹦蹦蹦蹦 在那邊打拍子的樣子 那詭異了 結果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而且我們看到的 只有上下起伏而已有沒有 經過的人看到還會噴氣 他會噴氣 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地底下什麼東西 有什麼高壓淺頓工程 更何況我們高雄 大家還記不記得 之前有過氣爆的事情 大家看到這個你說會怕嗎 當然 怕死了 一定是怕的 非常恐怖 好 我們剛剛那一種 不管是在家後院 不管是在馬路 都是遇到很奇怪的事件 接下來這個老兄 他是自己在海邊挖 在海邊挖 想說奇怪 挖什麼東西 你這個爛泥巴 你這樣一直挖 老兄是挖什麼東西 對 而且我們一般講到 好 你說說海邊 我們以前海邊或者是河口 如果以前狀況好的時候 摸摸摸摸有沒有 你這樣腳踩或者是手摸 會點到 感覺上像石頭的東西 挖起來其實都是蛤蟆對不對 對 結果這個的話你看 他好不容易好像挖出 那個東西來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感覺上好像是 這個一個人高而已 到底要買什麼東西 結果不是 他不是要買東西 他是要把東西挖出來 裡面有東西讓他挖 對 他怎麼知道這麼深的地方有東西 對 一公尺 你都知道下面有東西 你是有什麼超能力 沒挖之前 我們根本看不到地下一公尺 有什麼東西 是 結果他就是有看到 他真的看到 因為下面一公尺的東西 他有伸一根管子慢慢上來 現在碰到了 好 開始拉了 拉出來還沒停 還在噴水有沒有看見 是什麼東西 大家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 來 我們看他左邊 左邊有 右邊在噴水不管他 左邊有沒有看到有一團 有一個東西軟軟的 就是那個東西 因為他現在下到縮下去 剩下幾十公分 你看看他舒展開來 有一公尺那麼長 這麼長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錢泥格 就是好像是 錢在泥巴裡面的 一種蛤蟆就對了 但是有沒有人看出來 可是好大隻 這個有在賣 這可以吃 這可以吃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俗稱的 象拔棒 這叫象拔棒 這就是象拔棒 大家有沒有看見 左邊的他那個出水 入水管 他可以一直伸長一直伸長 長到大概有一公尺 厲害的還可以到130公分 所以其實這個是蒸修 不過當然抓太多的話 搞不好野生就沒有 但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剛剛那個是 他自己埋自己埋 把自己埋在泥沙裡面對不對 接下來有洞穴 你知道嗎 這個洞穴 相傳已經跟世界隔絕 大概300萬年還是500萬年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洞穴 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進去 對 我們看到的是 在羅馬尼亞那邊 來 你看這一些人 你看 這個裝備很齊全 才能夠下去 他探到這個洞裡面去 這是個莫維勒洞穴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他製成一格的生態體系 我們剛剛說已經與世隔絕 大概300萬年還是500萬年 也就是說這裡面生態體系 跟外面是完全不同的 對 而且他暗無天日 因為光線是進不來的 你人要這樣潛下去 然後再爬一段才進去 對 黑馬也看都沒有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是一個製成一個體系的 生態系統 你能量來源來自哪裡 陽光照不進去對不對 生物能生存嗎 可以 還可以生存 他們那邊還找到48種生物 裡面還有48種生物 超過三分之二有 33種都是特有種 只有這裡有 全世界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真怪 然後接下來大家就很好奇 原來它裡面有 化學自營的細菌 它就裡面的話 催化一些化學反應 然後就可以形成 就可以類似像光合作用 但它能量來源不是太陽就是了 不是靠太陽 對 所以是很怪的 但是問題來了 好 裡面有什麼生物 我們從來沒看過 他從來也沒看過別的東西 因為沒有光 所以你看 蟑螂不像蟑螂 裡面就一大堆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 只是推測出來應該是結枝動物 到底是豬型鋼的 比較像蜘蛛 還是純竹鋼的 比較像蜈蟑螂 真的都不會 但其實這個可能看得出來 一個 有點恐怖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水漬 我很好奇 你裡面有水漬 你平常吸誰的血 水漬不是要吸血 對 難不成 它是屬於肉食性的水漬 而不是那種 他又不能去吃這些 他吃什麼東西 對 因此才說 這個洞穴裡面的話 我們都完全不懂 我們人類現在才發現 那整個三五百萬年的生態系 會不會被破壞 我們不懂 不過裡面應該也是一種生態寶庫 可是看看這個洞穴裡面 保存了這麼久 當人進去的時候 我相信這裡面的洞穴 一定會被人給破壞掉 但說到人 人在地表面上 有許許多多的建築物 可是有些建築物 突然之間發生了巨大的爆炸 那是人為的還是天然的 這個爆炸起因有鬼 烏克蘭的卡耶尼夫卡斯 最近發生了一場 驚天動地的大爆炸 彷彿被炸彈攻擊式的人 你看到這樣的一個場面 這樣子火光試射 然後整個煙霧瀰漫 我知道這一定是爆竹工廠 對不對 不是 可是看起來像戰爭場面 你接下來看爆竹工廠 可以有這種爆炸的規模嗎 這個威力威美 太大了吧 你看感覺上好像 就是被整個炮彈給攻擊 對不對 這個地方其實是烏克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軍事基地的一個彈藥庫 裡面儲存的這個彈藥 起碼超過19萬噸 你知道嗎 19萬噸 戰地60公里的彈藥庫 它的廠房 整個被複製一具 爆炸熊熊的大火 把它給燒毀 而且讓烏克蘭政府 趕快趕緊在迅速動員了 1000多個消防隊去救火之外 還把附近方圓50公里的居民 3萬多人 撤離 趕快撤離 要不然這些人可能要遭殃了 莫名其妙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突然爆炸 這可能是烏克蘭 自從今年3月 巴拉克利亞的彈藥庫爆炸之後 第二次了 而烏克蘭當時的總理 格羅茲滿收到消息之後 他馬上趕到現場 去指揮監督救災 當時他就說 這個可能爆炸原因 管理不大嗎 很多人就說管理不大嗎 我跟大家講 他說可能原因不單純 可能有人為的破壞 烏克蘭總統也為了這個事情 召開緊急會 你從宮中康往下拍的這個場面 真的是觸目驚心 幾乎這邊 他的一個彈藥庫 好像是一位平地 像焦土一樣 後來他們情報單位說 這個應該是有人為的破壞 而且他們把矛頭指向了鄰國 我跟大家講 當然爆炸的原因不單純 第一個 我說矛頭指向鄰國嗎 鄰國之類 俄羅斯 因為今年3月 我剛剛不是說巴拉克利亞的 彈藥庫 當時也造成大爆炸 當時大家都在找原因 情報單位 就是烏克蘭情報單位 就懷疑說 有可能是俄羅斯的 他們軍方所幹的 因為當時 以前他們掌握住 在2015年12月的時候 俄羅斯的軍方也曾經派他們的一個 無人機攜帶了這個 利恩G1的 這樣一個旅樂器的手榴彈 然後你想想看 一個無人機 載一個旅樂器手榴彈 怎麼可能造成這樣一個 大王庫爆炸 就把十幾萬噸的大王庫給摧毀 他哪有那麼大的破壞力 可是你要知道 在我剛剛講2015年12月 那一次攻擊 他們丟了14枚的 利恩G1的旅樂器手榴彈 結果13枚爆炸之後 有一枚沒有爆炸 裡面就被俄羅斯 烏克蘭掌握了就是俄羅斯人的證據 就是俄羅斯幹的 後來他們就研究說 旅樂器的手榴彈 他們其實可以 不用在空氣接觸的時候 就可以爆炸 在水裡面也可以使用 而且它可以瞬間產生 高達2200度 攝司溫度這樣的一個高溫 可是這樣的高溫 就會把別的彈藥給引爆了 把所有的物體都燒透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們就懷疑俄羅斯軍方幹了 另外一個原因 當然他們也會想到說 你看到觸控上 烏克蘭的這個彈藥庫 怎麼那麼多彈藥 剛剛雖然說60公頃是它的倉庫 但是外面有368公頃 都是像露天隨意的堆放 彈藥可以像隨意堆 對 他們的官兵這樣子堆放 不爆炸 沒有意外才是一個意外 長年這樣子 今年哪月的露天淋雨 日曬雨淋 你看有些彈藥都生鏽 而且據說這次的爆炸地方 大部分都是從125毫米 跟152毫米重口徑的榴彈 它的彈藥所引起爆炸 所以整個廠房 這個面積有360多公頃 那個不爆炸造成大規模的 損壞才怪 所以他們也有講說 是可能這樣的一個造成 但是烏克蘭的一個議員 薩夫勤哥 他就講說原因不單純 怎麼說 他說懷疑是有人想要掩蓋 這個軍火教育的秘密 因為烏克蘭後來也被國際間指控 他介入了非洲的南蘇丹的內戰 而且把烏克蘭的軍火裝備 源源不絕地賣到非洲去 因為烏克蘭在以前那時候 就是一個大的生產的軍火生產工廠 沒有錯 所以他們也懷疑說 烏克蘭把其他國家 比如說保加利亞 匈牙利 這些國家 來自這些國家的軍火 再轉賣到整個其他的非洲 或是其他的內戰平衡的一個國家 所以當時他們就想說 一定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說到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還有一個就像軍火之王一樣 他們就是不會掛烏克蘭的起資 然後而且就把這個武器 就像軍火之王 你看他是凱吉 他就把所有的烏克蘭武器 給賣了出去 而且便宜賣 90年代 蘇聯剛解體的時候 烏克蘭不需要這些軍備 那就把這些軍備便宜賣 就如同之前在街頭 就有拍到說 烏克蘭把他們的八輪的裝甲車 包括了這個 看起來像這個 還可以堪用的軍事的裝甲車 裝甲偵察車 還有包括這個 看起來還滿不錯的 運兵車全部都賣掉 一輛還只要多少錢 8千塊美金 這些都在賣 是啊 這些其實 這些拿到戰場上面去 可都是武器 結果就被烏克蘭這樣子轉賣 轉賣到這個 第三世界 對 第三世界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烏克蘭的軍備多得很 隔壁的俄羅斯 也是口水流不停 為什麼 因為他們前蘇聯的時候 據說那邊還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坦克墳場 就是裝甲車 坦克車 能夠堪用的或不堪用 全部都堆積在一起 你看畫面當中 多少的坦克放在那邊 也難怪這些軍火販子 早就把他孝雄烏克蘭這些軍事裝備 據說前蘇聯解體之後 俄羅斯也很想跟烏克蘭買 烏克蘭也有蘇凱27戰機 但是他卻沒有賣給俄羅斯 賣給了美國 美國跟他買了兩架 美國會有蘇27 美國有蘇27的戰鬥機 這不可能 當時俄羅斯想說 要賣你也是賣給我們自己人 好歹都是以前前蘇聯的 一體的這樣的一個 同盟國家裡面 結果你怎麼會賣給美國 而且不只這樣 美國後來又再買兩架 又再追加一架 據說可以掌握了五架 結果俄羅斯 因為蘇凱27 他不斷的去蘇凱研發 研發到蘇凱30 但是烏克蘭就是偏偏不賣俄羅斯 你就知道說他的裝備多到 讓很多的國家都垂涎不移 一個國家生產出來的軍事武器 在第三世界這麼的暢銷 沒想到尼克拉斯凱吉岩的 軍火之王裡面的場景 真實在這地球上面發生 可是我們說 有些事情會發生的出現 有些事情照理說不可能出現 你想想看 車子在地上跑 飛機在天上飛 兩個之間會有交集嗎 還真有交集 事實上在大阪 有一天警察就接到一個電話 講說我跟你講 我的車子被飛機砸中了 怎麼可能 很多人想說怎麼可能 你說在大阪我都不相信 這個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真的 事實上這是一架從這個關係 要起飛到荷蘭的這個飛機 他們就飛到大阪上空的時候 突然誇啦一聲 他那個右邊主義的那個 一個板金居然就這樣掉下來 一般來講你起飛前 不是都會檢查嗎 而且你一般飛機都有保養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東西掉下來之後 我跟你講這不偏不倚 砸到一台車子的後座 真的砸到車子 你有沒有看到 是 這個車的後面 你看這個玻璃 全部都膠帶貼起來了 所以他才趕快報案 結果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飛機上面的 我們剛剛講那個板金你知道 外面的萌皮 這個長差不多有一公尺 寬差不多60公分 但重在4.3公斤 從高空就要往下墜 天啊 這萌皮居然會掉下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 是這個角落的地方 翅膀附近 速度掉下來 你想說完蛋了 這個車子已經凶多吉少 雖然他這個後來是修復了 是這個樣子 包裡還沒打掉 但我跟你講他真的幸運 你知道 因為這一塊板金掉下來 砸到他車子的後座 他的前座 他的駕駛座 跟右邊的副駕 跟旁邊的副駕駛座 其實都有坐人 但兩個人都沒有受傷 如果打到人那就完蛋了 所以他才有辦法打電話報警 你知道 但真的就是 車子被飛機的零件給撞到 事實上 這不是只有一次的事件而已 那時候在巴西 巴西也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 這個好像是駕駛 你看起來很大一顆對不對 駕駛罩怎麼會在地上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 麥阿密 他們所屬一個叫做 箭牌的航空的貨運公司 他們本來就要載貨出去 結果這個飛機 飛到巴西的上空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畫面上面 連房子的那個磚全部都破掉 他再飛一飛 什麼東西不好掉 掉下來一顆引擎 這個引擎一掉下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那駕駛掉的話 飛機不就墜機 我跟你講當地的民眾 他們講說 我本來是在家裡睡在 聽他打一聲 一打開一家門一看 天風地裂 還有一個東西在冒火 他想說是外星人打下來 還是幹嘛 結果再一看 我的天 這一顆引擎重有250公斤 什麼這麼重 而且沿路你知道嗎 他們發現到 不是只有一個引擎掉下來 沿路都有零件掉下來 所以沿路在掉東西 有22間的民宅被砸到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大家有的房子都 屋頂都破了 這樣子邊飛邊掉 零件到最後飛機 應該墜毀了 很誇張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這家航空公司 他一出來講說 其實我跟你說你不用擔心 我們可能有三具引擎 你知道嗎 你看外面上面所看到 他的左右兩邊 還有上面還有一個 他說我跟你說 掉一具沒關係 我們兩具還可以平安的飛 只是我們沒有飛到目的地 到了旁邊就先停下來 折返了 對 但其實對於這些民眾來講 嚇死了 你繼續飛 當然 我的房子被你砸爛了 你知道嗎 你講說一般的民用航空公司 很有可能 我跟你講人家省錢幹嘛對不對 軍機應該好一點 好 軍機開什麼玩笑 因為軍機要打仗的 對 我跟你講 你這話到日本去的時候 小心一點點 你知道嗎 因為日本航空公司 也曾經發生過 我跟你講那個飛機開一開 你知道還沒起飛 那個前面的輪子 就掉下來的事情 不可能吧 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是日本的 他們F-15J的戰機 他們在1977年的時候 就已經買進了 你先看1977年到現在多少年了 最早也40年了你知道嗎 40年了 40年的時間 事實上他們早就已經到了 他們售起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知道他們現在 要飛這個智慧隊 要飛這個F-15J的時候 他們其實非常非常擔心 因為從1997年到 他們有算過 其實在連續的四年的時間裡面 他居然這個飛機 因為零件掉落 加起來差不多將近20次左右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飛機上面怎麼 好像零件少了東西 氣勢咬了對不對 因為飛飛都掉下來了 所以你知道他們現在 很多的飛官 飛飛還會掉 對啊 所以很多的飛官 甚至發生什麼事你知道 他們的飛機 這個是升降舵 升降舵居然會掉東西 所以他們很多飛官 竟然是開一開飛一飛之後 你知道 比如說他飛機要起飛了 這邊那個後攔器 要打開的時候 還要先停下來 再跑到同那邊 先檢查一下有沒有零件掉下來 真的 然後看一下後面 而且你知道 日本的這個航空自衛 他們後來也要求他們這個飛官 說你如果是飛F-15J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有些危險的動作慢慢走 事實上立剛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 這個飛機的零件掉下 我跟你講 零件掉下來算好事 如果是飛機上面的飛彈掉下來 天啊 那不得了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你看那個飛彈自己脫離 它那個掛窄點之後 往後飛還往上跳 你怎麼會往上跳 把那個 撞掉它自己的尾翼 你現在再從這個角度 他身這樣舵被撞掉 是 就這樣子 你看這個飛彈本來 你說要投彈 還應該往下投 但問題是它怎麼感覺 頭痛腳筋 完了…你看你看 突然尾巴中 那個頭一上來就炸好子 你說像這一個 你說像這個飛機 機尾被撞毀了 它的窄點上面的飛彈 一顆一顆的往下掉 但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居然往旁邊撞 左撞 右撞 把旁邊的那個飛彈 一起給撞下來 你從這個角度再進來看 本來是右側的這個飛彈 你是要投彈還是幹嘛 怎麼左邊右邊一起掉 連中間的都掉下 副油箱也被撞掉了 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叫做飛彈 這個要是掉下去 那個真的下面那個被打到了 那真的會造成很嚴重的傷亡 所以你現在在看到 畫面上這一個 這個同樣是產生這個掉下 而且你看它慢慢的滑 慢慢的滑 好像捨不得離開飛機 但是最後 他一樣脫離他這個飛機的主體 我現在只擔心 當時在地面上 有沒有人被這些東西給砸到 老的飛行器 在天上飛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保養 跟裝備的檢查 要不然還真的在天上 會哩哩啦啦的掉東西 可是說到一個 古老的城市北京好了 北京的地表面上 所有的東西 都已經發展完成了 那現在該怎麼發展 有人想到一個點了 我往地下發展 不就得了嗎 是 立剛 其實北京現在已經生病了 他生了一種大城市病 因為人口資源過度集中 結果現在水資源匱乏了 空氣污染嚴重了 交通堵塞了 這都是幾乎 每天在發生的事情 對 幾乎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那北京到底要怎麼解決問題 好 那這樣好了 我北京現在能夠建設 也建設差不多了 所以我現在在北京首都機場 旁邊的16公里外的通州 我來建一個副都心 你知道 那就往外延伸 對 就是往外延伸 但是它這個延伸的方向 很不一樣 它這一次 全部都在地底下打造 我看的影片怎麼都在地下 是 因為它現在以後 要在整個地面上面無車化 然後把所有的車 全部導入地下 我的天 車子在地下跑 那排出來的廢氣 可是會讓人死掉 所以它這裡頭有 隨時監控PM2.5的技術 然後裡頭PM2.5只要一超標 它馬上又有過濾清潔 然後把它整個空氣處理掉 然後它在裡頭 地下總共分五層 它有四對對外的出入口 然後直接讓車從外面 直接進到地下來 比如說它那個北環環稅這個地方 它就大概長1.56公里左右 然後就讓你車直接 從四個隧道口進來之後 就直接在裡頭停下來了 然後它22個對外的出入口 全部連接地鐵 或是一些工商業的核心區 這些地方 讓你人車整個分流 人車分流 對 所以車子歸車子 人歸人 對 然後你在地面上 完全看不到車 你知道所有的車都停在地下 然後走也是在地下走 所以它這個包括你的水電器 然後煤氣 這些網路 所有的資源 它全部一體化 全部在一個管線裡頭規劃起來 然後就把你在地表上 上面全部都綠一盎然 可以讓你看看風景 或完全看不出庸潔的地方 你說地表上就像這樣 看起來像一個非常大的公園一樣 是 看起來 地表看起來像公園 可是地下 完全就是商業區 公司 然後車流 對 就是城市 整個全部都在建在地下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 讓整個環保也能夠顧慮到 然後你的都市消耗 然後整個都可以弄起來 他們裡頭要引進了 智慧停車系統 所謂智慧停車系統 就是你車子只要一開過去 開過去之後 你就把車放在那邊 它自己就會一邊停一邊旋轉 然後把你拉到固定的停車 會讓你停下來 我不用自己停車 不用自己停車 這麼簡單 以後停車這樣子 整個過程只要57秒鐘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現在都已經開始 在試運運這個東西 所以未來的中國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但實際上 中國現在他配合他的一帶一路 還有他的整個科技發展 我跟你講 我們小英 真的應該跟大陸學一學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在青藏高原 小英不是說要用太陽能發電嗎 我跟你講 你看看人家怎麼做 他在27平方公里的地方 建了600萬片的太陽能板 我問你 台灣哪有這麼大一塊土地 所以就是人家國家大財 人家低大財有辦法做這樣子 是 而且日照充足 所以他 這邊中年不下雨 對 所以他光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他每天發電的量 他估計可以讓一個中型城市 一年的使用 可以讓一個中型城市一年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發電量 有多大 他的中型城市 都比我們的城市要大 是 我跟你講 所以人家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現在每個 就是他是全世界 最大的光幅的生產國 就是太陽能的發電的生產國 你知道人家是以每小時 建造多少來計算 每小時建造多少 是 所以 用小時來計的 對 人家是以小時計算 我們還在找不到地方去建 我們還要用愛發電 而且我跟你講不止 他還是風力 中國也是全世界最大 他現在也是每小時 建兩個風力發電機 每小時建兩個風力發電機 然後他的風力發電的量 也是越來越高 他現在是全世界排名 第二是美國 他風力發電的量 是美國的兩倍 這麼多 是 非常非常多 可是他在西北地區那邊的風 本來就比較大 對 所以這是他們在新疆這一帶 就建了一大堆的風力發電廠 可是我們台灣不行 風力發電 夏天根本沒風 我們台灣風最大的時候 叫颱風 所以也不能建 颱風還不能轉 是 然後我跟你講 包括另外包括水力發電 我跟你講 人家也建得非常厲害 他現在水力發電的量 我跟你講 已經是全世界第一了 而且他在不斷的 在很多地方 因為中國的河流也多 他也利用水力發電 在很多地方都建 所以他人家這樣子 才是真正發展這些能源的地方 那我們台灣 怎麼去發展這些東西 實際上 他們為了配合一帶一路 還不只這樣子 他還在國外 整個輸出他的技術 比如說他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不是有一個 雙子星大樓很有名嗎 對 現在準備在雙子星大樓附近 建一個大樓 大概高 是中國在海外建的 最高的高樓 大概高450多公尺 這樣不是跟雙子星大樓 差不多高樓 而且他引用的員工 除了他們中國的一些 技術領班之外 他其實雇了兩三千名員工 很多都是外國人 他是幹什麼 就是把技術交給他們 然後這些外國工人 等到學成之後 技術好了之後 他們要開始幹什麼你知道 就跟著這些中國工人士 沿著一帶一路的路線 不斷的向海外去到處搭建 這些建築 然後未來中國的 大概未來數十年 就慢慢隨著一帶一路 不斷的把這些技術輸出 然後不斷的去建設 然後一路從中國一路 建設到歐洲去 所以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個遠景 然後我們現在還為了一個 人員問題 在那邊爭吵不休 台灣的未來真是令人堪憂 真的人又愛發電嗎 你看人家在務實的 做這些建設知識 我們看來 還真的是在那邊墮布 可是說到這時候 墮布心裡面 屋子的時候怎麼辦 去電影院看看電影吧 不過你最近就會發現到 這個香港的警匪片 怎麼又出來了 而且出來的又是那70年代 想想看 白道的可是雷諾 黑道是誰 可是博豪 是啊 立剛 你知道為什麼 香港的黑幫電影 這麼好看嗎 因為他有90%的電影 都是根據真實的人物 所改編成了一個故事 那為什麼 很喜歡看香港 黑幫電影的人 都會對這一部電影 很有意向 就是《無翼探長雷諾傳》 你剛剛應該也看過 這部電影對不對 好 但是你知道嗎 一定有這個本人叫屢樂 好 無翼探長 而且在台北也住過 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為什麼屢樂 到了電影裡面叫雷諾 是因為當時電影拍的時候 他的家人同意把他的故事 改編成電影 但是不能用魯樂 不要用他的真名 對 所以後來大家就知道 武翼探長雷諾 雷諾講的就是魯樂 這電影非常好看 可是我就想到雷諾再來 你就想到劉德華 是啊 但是同一個時期 有另外一部電影 黑道教父 博豪講的是潮州青年 本來是一個漁村青年 後來變成了一代獨銷 這個博豪也真有其人 叫吳錫豪對不對 好 在這個電影當年1991年 在香港上片的時候 也有一個小故事 因為電影的導演去請求 吳錫豪本人 能不能讓他拍這個電影 吳錫豪說不可以 直接拒絕了 所以這個電影1991上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在電影的最後面 有一段小小的文字 是對吳錫豪本人致歉 還有這樣的文字 是啊 可是26年之後 吳錫豪已經往生了 但是他的家人同意拍了 所以26年之後 觀眾朋友來追龍 為什麼 博豪跟雷諾 他們是黑白兩道 遊走的對不對 對 這兩個人物 從來沒有在同一個電影裡面 出現過了 所以有交集了 大導演王晶把這兩個人物 放在電影追龍裡面 而且這裡面的最大的看點是什麼 是什麼 博豪當年26年前 是誰拍的 呂良尾 增肥了26公斤 但是現在這裡面的博豪是誰 曾子丹 曾子丹演博豪 是 右腳要學習一搏一搏的 然後學習潮州人講話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 因為吳錫豪生長的年代 是1970年 對 所以那個時候青年是 有一點點嬉皮風的 穿著講話方式各種都不一樣 所以你在追龍裡面 看到的真子丹 不是葉問 不是其他打載的樣子了 呈現的型完全不同了 對 除了這個亮點之外 另外一個人是劉德華 剛立剛才已經講了 26年前他就演的是雷洛了 26年後又演的是雷洛 同一個人可以26年同一個角色 這個挑戰非常大 好 立剛才你知道嗎 香港的電影好看的地方 是因為戲裡戲外都黑影床床 而且黑影床床 從1970 1980 1990到2000年 都黑影床床了 為什麼 這次講到劉德華飾演的雷洛 對不對 劉德華在香港電影界 也是赫赫有名 為什麼 在黑影床床的年代 劉德華就被人家拿槍抵著頭了 但是 他被人家拿槍抵過頭 是 但是在2000年 又發生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2000年的時候 來自東北的叫劉勇 這個人在東北沈陽 也是一個黑道老大 他當時有一個商場要落城了 他就請了劉德華 花了300萬人民幣 來這裡唱幾首歌 開個演唱會 為什麼 因為大陸有很多建商 他的樓盤要開賣的時候 就會請大牌藝人來唱歌 唱著唱著 劉勇的小弟就跟大哥講說 劉德華這個演出不夠賣力 所以300萬要不要付 不付 什麼 不付了 他人在瀋陽 你能怎麼樣 結果劉德華助理 就去跟劉勇的小弟說 這個叫不好吧 劉勇就當著大家的面 對劉德華罵了一頓之後 啪 一巴掌下去 他打劉德華 對 就讓他打下去了 你能怎麼樣 我錢就是不會付到300 我付150 我覺得你不夠賣力 不給我面子 再來我給你一巴掌 是讓你直著走出去 如果你真要領這300萬 我就讓你橫著走出去 這個東北的黑道老大可降了 劉德華怎麼辦 那只好戴著住就回 他難不成摸著鼻子走了 當然 你要橫著出去 不要 你總要直著出去 是 劉德華回到香港之後 跟誰哭訴這件事情 跟誰 當然就是電影公司的老闆 向華強 好 就跟向老闆講說 他在東北遇到這件事情 但是大家也知道 強龍不壓地頭蛇 向老闆在港台兩地 都很有知名度 也有分量 但這件事情 他怎麼辦法要處理到沈陽去 可是劉德華真的很不甘願 可是這股氣難不成 就自己憋下去了 沒有 他最後找到了任達華 任達華的哥哥認識一個人 我這裡就要大揭秘了 各位知道嗎 在整個東北瀋陽 有一個黑老大 你不知道是誰吧 是誰 是出生在瀋陽的趙本山 他在瀋陽還有一個 本山影視基地 而且在網路上 也形容趙本山 可是在瀋陽地區 含水會動 他原來這麼吃得開 來囉 趙本山一出馬 這個人劉勇 你敢說什麼話 你欠劉德華的 另外150萬人民幣 趕快付 付了之後 下次不准再對劉德華施暴了 你看吧 總是要找對人了 找向華強可能沒有辦法 找到了趙本山 才讓大家知道 他還有黑老大的背景 原來從1970 1980 走到現在都黑隱藏藏 沒想到在這演藝界當中 居然有這麼多的一些怪怪的事情 可是真的有些事情 跟黑道扯上 還真是扯不清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昨天的時候 有一位91歲的老人家過世了 他的名字叫海夫娜 你一聽到海夫娜 不熟悉 但我跟你說 Playboy的創辦人 那你就知道了 事實上人家講到這個 修海夫娜 都會想到說花花公子 就是跟著他這樣如影隨行 不只是他創辦的這個集團 還有他自己的生活 結果他們這個集團在推特上面 就公布了說 他已經過世的這個消息 不但放上了照片 甚至還有一個 他的自己迷言 叫做生命太短暫 不要活在別人的夢想之中 很多人講說 天啊 他創立了這個花花公子 他真的伴隨著很多人你知道 年輕歲月 還有一個人孤獨寂寞的日子 但問題是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人都看到海夫娜 說想他旁邊有這些所謂 漂亮的金髮兔女 是他對於這個所謂的兔女郎 他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你知道 你有沒有發現 他旁邊的兔女郎 那個顏色 那個頭髮的顏色 幾乎都是 對 完完全全 而且他是要求說 你不可以有雜質你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講 我在講雜質 就是說你那個髮色的部分 連這個髮色都這麼要求 所以你看 你這樣看過去 是不是發現到 每一個人頭髮幾乎都是 金髮色的 而且他們整個外貌 都非常非常的交好你知道 很多人就發現到說 要當兔女郎 真的其實不容易 因為他有他花花公子的城堡 大家就說 裡面極盡奢華之能事 22個房間 裡面什麼製備統統都有 可是你知道 你要當兔女郎的時候 先要接受他的面試 而且有人講 甚至有人出來爆料 講說不只是要面試 而且還要經過他的 其他的考試的服務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講說 海夫娜雖然他年事已高 可是他對於這個所謂 男女感情之事 還是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據說當時 如果你獲選為他兔女郎的時候 只要海夫娜 他一直想到什麼東西 很多人都必須要滿足他的這個需求 所以很多人就想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那個兔女郎 應該很開心對不對 你看每次在拍照的時候 每個笑得多燦爛 對 每個都很棒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也有人出來爆料講說 他們當兔女郎 其實一點都不開心 為什麼 他說我們住在那個城堡裡面 其實有一天感覺像在住 在住牢房 監獄 他說每天 他說我不可以跟 有其他的異星朋友 而且海夫娜幾乎要隨傳隨到 因為你通通都住在這裡面 你可以保有一些 譬如說你要買車子OK 我讓你買 反正我們有很多地方可以放 我每個禮拜 還給你3萬塊錢 台幣左右的你用錢 每個禮拜就3萬塊錢 你會不會覺得很好對不對 還不錯 我就可以把錢存起來 可是你知道兔女郎 幾乎把錢都花光 他必須要打扮自己 所以他就去買衣服 或買一些化妝品 保養品 甚至講說 我跟你講我覺得戴力鋼 你現在在兔女郎裡面 你姿色不好 他馬上就要幹嘛你知道 做什麼 整形 整形的錢你不用擔心 不會從你的利用錢裡面扣 海夫娜會出錢幫你扣 所以他就呈現了 做到這樣的程度 那有些人過得就很痛苦 是 所以他們就講說 晚上9點的時候還有宵禁 不能夠再出門了 還有9點前就要回來 還要通通住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就發現到說 有些人其實寧可做他的兔女 但不願意跟他住在一起 不願意成為他的伴侶 你知道 因為成為他的伴侶之後 說真的 你每個禮拜的利用錢 也都沒有了 海夫娜在鏡頭之前 他經常跟這個美女 都玩在一起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他在82歲生日的時候 更誇張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個被稱之為叫做 潑霸美女潘蜜拉安德森 你知道 居然在他生日的時候 一絲不掛 拿著蛋糕就走到他的面前 那個時候從鏡頭上面 大家會說天啊 他雖然那時候年事已高 感覺上行動沒有很順利 他居然也笑得這樣子 一滴球 一滴球 旁邊還有人講說 我差點他心臟病都發起來 你知道 所以很多時候 在這個時期 大家看到海夫娜的時候 都覺得說 她平安隆起很漂亮的美女 很多人羨慕 他應該從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這樣子 胡作非為對不對 應該是吧 其實不是 怎麼可能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是年輕時候的海夫娜 看起來非常的清純 他這第一段婚姻 我跟你講 他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他到22歲的時候 都還是保持這個童子之身 他說我一定要把我的第一次 獻給我的太太 可是他們兩個婚姻 後來已離婚收場 因為海夫娜實在太忙了 沒有辦法去經營夫妻的感情 後來海夫娜 他的第二任的妻子 Kimberly 他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大家也是覺得說很恩愛 結果沒有想到金伯利居然 就背叛他出軌了 對於海夫娜來講 他當然很難過 不只是生氣而已 所以有人就講說 因為這個婚姻不是很幸福 就讓他對於整個男女感情知識 就變得比較開放一點點 後來他在2011年的時候 是第三段的婚姻 他娶了克里斯多哈里斯的時候 很多人都講說天啊 這兩個怎麼可能在一起 我看年紀差距好像滿大的 對 因為他們差60歲 不是說年紀大了 差了一甲子 差了20歲而已 當時這個海瑞斯 據說一開始 說本來講說要嫁給他 你知道沒有想到在婚禮之前 他居然就跑走 他說我不嫁了 他覺得說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嫁他 結果那個海瑞斯 他居然出來爆料 講說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海夫娜 他不太能夠做家裡的事情這樣 他說他時間真的很短 結果為了這件事情 你知道兔女郎群起起來 就反駁這件事 說你不可以胡說八道 你怎麼可以講 他身體很好 很強健這樣子 可是我跟你講 你會覺得說天啊 這女孩子在媒體面前 把海夫娜講成這樣 這個你就算要結婚也結不起來 海夫娜居然去把他追回來 海夫娜還跟他講說沒有關係 我其實還是愛你這樣 到最後居然兩個人就這樣結婚了 所以你又到鏡頭上面 就想說天啊 這兩個夫妻的結合 居然可以維持這麼長久 說到每個人的年輕人的心中 總會有一個偶像跟目標 在30年代的美國人 他們想的是誰 想到的就是洛克菲洛 因為他非常的有錢 但到了60年代 所有的年輕人都想的是什麼 想當了海夫娜 沒有錯 為什麼 到了60年代 很多的美國大學生 手上就是花花公子 為什麼 花花公子 陪伴他們成長 甚至於有人會在自己的手臂上 刺上誰呢 刺上海夫娜的臉 因為 手臂上面刺他的臉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輩子就希望像海夫娜一樣 為什麼要像海夫娜 多金 身旁永遠有兔女郎 而且生活過得非常的娇奢 是所有的年輕人 最羨慕的對象 海夫娜其實很有腦筋 為什麼 在1952年12月 這個花花公子的創刊號 各位記得嗎 誰是第一個 史上第一個花花公子 封面女郎 誰 是性感女神瑪莉聯盟 瑪莉聯盟的時候非常紅 可是海夫娜當時只花了500塊美金 買下了她的性感照片的版權 登在創刊號上不得了 一發出去就賣破了5萬份 之後下個月又賣破了15萬份 第一桶金就是靠著瑪莉聯盟錄 所以海夫娜其實 是把瑪莉聯盟錄當成她的性感女神 你看 好經典有沒有 風一吹 裙子就飄飄 到現在為止很多年輕人還是喜歡 但是海夫娜到最後 連瑪莉聯盟錄過世之後 她都把瑪莉聯盟錄的墓碑 旁邊的那個位置買下來了 瑪莉聯盟錄旁邊的墓 是的 地已經被她買了 她要長辦瑪莉聯盟錄的左右 說到這個創刊號之後 其實海夫娜真的很有經營的頭腦 1965年越戰爆發了 是不是 她還指了這個 許多美國大兵都到了越南了 是啊 那她做什麼 她就找了她們的兔女郎 到這個醫院去慰勞 這些越戰的美國大兵 這招厲害吧 兔女郎還穿著她們的標誌的服裝 這招厲害了吧 這一些大兵回到家鄉幹嘛 每一期都要看一下花花公子 所以那邊的銷售量就非常高 剛剛其實仁俊提到這個兔女郎 大家都沒有發現有玄機嗎 其實在1960年代 海夫娜又創立了 花花公子俱樂部 1960年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他在芝加哥辦了這個俱樂部 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的 VIP俱樂部這樣的概念 他就讓大家加入會員 只要你加入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話 給你一把鑰匙 戴立剛先生 你從此是我們的會員了 所以當時上流社會 只要拿出這個花花公子俱樂部的鑰匙 就表示你是紳士 但是我剛剛講了一個細節 大家沒有注意 為什麼兔女郎 這裡有一個兔子對不對 為什麼屁股上有一個小白球 你以為只是性感嗎 你以為只是翹臀嗎 錯了 這還有含意嗎 海夫娜有規定他們的兔女郎 這個小白球的意思是說 整個晚上你在俱樂部 你只能替南柯人倒酒 但是不准坐下來 因為坐下來那個球 會頂住你的臀部 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海夫娜認為色情 應該是遠觀而不可洩蜿蜿 所以這些的兔女郎 不能夠坐在南柯旁邊 南柯也不可以對他們動手動腳 你看海夫娜有多厲害 但是說到海夫娜的俱樂部 不如他的豪宅 各位 這個在洛杉磯的豪宅 你知道嗎 從約翰南龍到貓王 到里奧納多 迪卡皮歐 都參加過豪宅派對 厲害了吧 很多人都想要到這個豪宅 去看看 因為聽說這裡面是 成人的迪士尼樂園 原來裡面這麼不同 裡面感覺有野獸派對 很多人都很嚮往 到海夫娜這個豪宅裡面 去開派對 但是各位 現在的豪宅是什麼樣子 因為最近海夫娜 他們要把豪宅出售了 聽說光是價錢高達兩億美金 這麼貴 但是當年買下來 也不過110萬美金而已 翻了好幾十倍 但是我剛剛講了 成人的迪士尼樂園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豪華 很棒對不對 不是 當年的海夫娜身邊都是兔女郎 陪伴對不對 但是後來末期的海夫娜 身邊都是護士陪伴 也有一些兔女郎就形容說 這個豪宅兩億美金是吧 你知道裡面都是什麼味道嗎 什麼味道 不是香水 不是酒 那是什麼 都是發霉跟尿燒味 所以當年的那個繁華 現在的一個落寞 可以見證海夫娜花花公子 繁華的一生 海夫娜的一生真是讓人羨慕 可是我們說 人在一生當中 有時候真的要凡事小心 尤其是你開車在路上的時候 大陸恆南鄭州 有命男子的行為 真的是不可取 只因為他的愛車 跟人家發生行車糾紛插狀 他就前後來回這樣子倒車 然後追撞他的這個 跟他發生行車糾紛插狀 他的這個車子 這在幹什麼 重點是 你知道他車上有兩個小孩子 當這個車子的保姆 立刻把兩個小孩子 簽下車的時候 一個小孩子四歲 另外一個小孩子兩歲 這個四歲小孩 當這個黑色的車子的 這個男子車主 他衝撞 追撞前面的車 就把那個四歲小孩 給撞飛了你知道嗎 而且後來撞飛不止 因為他一直前後倒車 又往前撞 衝撞了七隻 把那個四歲小男孩 當場就碾斃了 然後另外一個 兩歲的小孩子也受傷 然後幸虧這個保姆 往前爬才躲過一劫 撞出人命了 這個男子的行徑 是不是非常的殘忍 在大陸一定是眾叛 最好把他槍斃好了 所以其實在這種行車的車禍 事故當然要很小心 在國外真的還有兩個男生 他們要牽著單車過馬路的時候 左顧右方看著說沒車子了 要過斑馬線 可是沒想到下一秒 你看摩托車就趕快撞過來 因為他以失控打滑 結果閃都沒辦法閃 撞到了其中一個 牽腳踏車過馬路的小男生 你看他的骨折 想要爬過去都沒辦法爬 路人還跑過來幫助他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幕驚險的畫面 真的是隨時注意左右兩邊的 這個馬路的來車 可是那摩托車這樣子 高速闖紅單車太過分了 真的 他也沒辦法 就滑倒就撞到他 其實講到這種單車的事故 有時候還真的是很可怕 在美國還看到一個開車的人 還聽著音樂 然後下一秒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突然有 什麼東西飛上來 冒出了一個騎單車的小男生 就這樣子撞到他前面的 擋風玻璃上 這個男生應該是騎單車 他突然轉彎 轉彎的時候你看到沒有 就被這個開車的老兄給撞上去了 那一幕是不知道說 這個小男生到底受傷的程度 是輕還是重怎麼樣 但是說明了這種畫面是 他發生的時候真的反應不及 好 其實還有一瞬之間 就是下車的時候 開車門真的要注意 國外還有一頓畫面 這個小鄉行車停在馬路旁邊 你看到沒有 左邊的開車門 沒有注意到後面有騎車的人 就剛好被這個車門撞到了 門一開人就倒了 人倒了 就是因為他被旁邊的 另外一輛車給碾斃過去了 這個畫面看起來也是讓人家覺得 觸目驚心 所以下車 尤其是靠馬路這邊 開車門一定要往後看 要注意 火車會害後面的騎單車 或機車的騎士 真的會遭到這種危險 事實上 車禍的這種情況常發生 在香港有一幕 更讓大家覺得非常的奇怪 這個是在中環 你本來看到有一個這個 裸著上半身 只穿著一條內褲的籃子 可是下一秒 兩秒鐘的時間 你看這個阿嬤 推著這個車子過去之後 那個鄉型車也過去 那個阿嬤 後面那個男子怎麼不見了 怎麼會瞬間消失 好像在電影裡面 常看到的瞬間轉移 他為什麼突然消失在這個空間了 就不見了 所以難道他是到了 未來另一個世界去了嗎 你看前面的時候還在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皮膚又黑 看起來是亞裔的這個男子 他穿著一條內褲而已 上半身都視羅著 後來這個阿嬤推著車 擋在他前面 車子也過了一台車 下兩秒 就是不要說下一秒 才兩秒鐘的功夫 你就算會跑 你看他旁邊的一堆路人 你應該也拍得到他對不對 感覺他好像就瞬間消失了 難道他會像我們剛剛講的 看到電影 那種瞬間飄移的這個場面 還是他會特異功能 突然是隱形的 不知道 這讓人家感覺說 這個畫面 非常詭異 好像飄出一些靈異味道的感覺 都過了農曆7月還出現 對 但是說到靈異 這個城市的靈異 還不如現在要跟大家講的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之前北海地區 發生了一件車禍事故 這個是一個年輕的華裔的女子 她就跟人家朋友聚餐之後 回家的時候 她就開車 去撞到了油棕樹 結果為什麼油棕樹的左右兩邊 用紅色的圈圈圈起來 這是因為看到了這個照片之後 讓這個死者的家屬 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感覺有點誇 有點覺得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因為她看到那個照片旁邊 左右兩邊似乎拍到很多靈異 非常凶惡的臉孔 這個死者的媽媽 她就講說 那個照片左右兩邊 出現了好幾張陌生的臉 好像真的有臉在上面 而且那個臉的表情 非常的凶惡 所以也就是說那些靈體 可能是要抓她女兒嗎 不曉得是因為這樣還是真的 就是像我們一般台灣講的 抓交替 那個死者的男朋友還說 他到了現場發現 真的那一條路 道路陰生生的 完全棄合沒有路燈 當地的人都很少走那邊 氣氛就是非常的不好 雖然有人說 包括死者的爸爸來說 他是沒有感覺到 有什麼特別的 可是因為媽媽跟他這個女兒的 這個男朋友都這樣說 他還是覺得說 這邊是不是應該要讓馬來西亞 當局重視那邊的安全 我們看到開車在路上 凡事都必要小心 有時候隨時隨地危險 就會出現在你身邊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說到動物 牠有一定固定的行為跟模式 但有些動物卻不一樣 一般來講 狗就是四條腿在那裡走路 當然 你一定看過狗站立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狗爬樓梯 那就是四條腿爬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隻小狗 牠穿著一個類似像燕尾服的東西 就這樣啵... 不對 這裡面是人 牠爬上了20層的階梯 我告訴你 這是人玩偶嗎 我告訴你 牠只花了7.47秒 破了世界金字紀錄 這麼厲害 因為上一隻爬樓梯的狗 花了18.19秒你知道嗎 牠居然就這樣啵... 很多人講說天啊 你也太猛了 但畫面上這個我跟他更厲害 是什麼東西 這叫做貓頭鷹 貓頭鷹怎麼會這樣走路 你有看過貓頭鷹飛 你有看過貓頭鷹跑步而且 你看牠的腿超長的 很多人就講 原來貓頭鷹是個長腿妹妹 沒想到這些動物 會有這些瘋狂的行為出現 讓你真的嘆為觀止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開車在路上 你有時候開起來會覺得 神經氣爽 但是開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頭昏腦脹 一邊開車還要一邊欣賞這個奇觀 立志剛你看你覺得這是什麼 一個洞穴 這是個礦坑 對 挖礦用的 結果它是停車場 來 什麼 停車場 對 你看 停車場的話 你還要這樣的 不斷的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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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到天荒地牢 還哭死亂 為什麼要繞那麼多圈 它大概要繞五圈 它要五層樓 然後繞了非常多圈 繞那麼多 對 好不容易才繞下去 你看停好車你都頭暈了 然後還要再開上來的話 怎麼辦對不對 又要繞圈開上來了 對 所以你看 重慶真的是一個 3D立體的城市 好 但是有些時候 如果我不是開車 那我要爬樓梯 那很累對不對 就有個老兄 他家是在六樓跟七樓打通 但是沒有電梯怎麼辦 那怎麼辦 外掛 有沒有發現 人家大樓好好的 旁邊就有一個電梯 這麼突兀 老師 打在人家公共的牆上面 然後不給別人搭 你看我外面搭了個電梯 那我每一層樓開個口 不是大家每一個住 都可以坐這個電梯 結果沒有 他沒有多開一個口 只開一個自己的孔 在六樓而已 你難不成說這個電梯 只能直達 專用的怎麼樣 直達他樓上那一層 好 但是有一些電梯 其實不是直達到來 後面上我們看到這邊 你看電梯要來了 你就按下去對不對 結果電梯他數字就會跑 然後接下來就 1987654321樓到了 然後呢 然後就這樣 我講完了 我還沒進去 沒有電梯門 你要怎麼進去 沒電梯門 為什麼會有電梯按鈕 而且電梯的數字還會跑 結果很恐怖對不對 結果立剛才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你看有沒有發現 我們可沒亂講 這是真的 這幾台電梯都很正常 唯獨後面這台電梯很奇怪 他數字悄悄有在跑 但是到了以後門不會開 可是為什麼這台電梯 居然沒有門 我們沒關係 我們要跟大家說 因為他的門在這兒 看見了沒有 他剛剛那個按鈕 只是告訴大家 不要只在那邊等 其實我們後面 還有一台電梯等著大家 不會吧 所以請大家 請大家記得要疏散 不要以為我們這邊 沒有坐電梯 接下來還不止重慶 真的不愧是一個 3D立體城市 我們接下來看下面這個地方 那有一些街坊鄰居 這個房子已經老舊了 我如果要去串門子 還要下到一樓 再上到你家好幾樓 我這樣子很累 怎麼辦 10樓蓋的空中樓梯 什麼叫空中樓梯 10層樓 來 我們給他 我們就這個 10層樓 這個在10層樓 你就可以 你說這個步道在10樓 蓋在10樓高 你意思說走在這步道上 我往下看 居然有10層樓的深度 不要往下看 往前看就好了 街坊鄰居在隔壁洞 你就走 走的就可以去 可是為什麼我 我這樣一走過去 走到對方的10樓去 對 沒有錯 你往下看也可以 但是往下看 會看到下面有個籃球場 不錯吧 對不對 然後你就下去打籃球好了 結果這籃球場 好像是給一個小學校用的 而且你有沒有看見 籃球場應該是方的 對 他籃球場是T型 為什麼籃球場會是個T型 因為這地方是T型 沒辦法 我還隨著地形建籃球場 所以他就蓋了一個T型籃球場 那我問你如果要比賽 怎麼比